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我们这堂课呢 要先说明爱情社会的基本问题 因为大部分的老师都没有教这门课 没有学过这门课 所以这门课在市场上 你找不到一个课本 找不到共识 谁要教什么 这个课程该教什么 并没有这方面的共识 所以这是一个难题 那我教了就是 我怎么讲就怎么算 那现在呢 据我初步的了解 在东海大学 有一位老师教类似的课程 好像网络上 你可以看到他的授课大纲 另外一位老师在东吴大学 都是东开头的 东吴大学也开类似的课程 好像也可以多少了解一下 那我现在的课呢 因为这门课 这个学期有这个开放式课程 所以你大概不休也可以学得到 不是台大学一样可以听得到这样 那所以有不同的立场 我这个人教书 或我这个人的态度是希望兼容并包 不希望用一个人的立场来统一全天下 我觉得这种统一全天下的观念是一个 对我来讲很陌生的观念 天下就是因为大家都不一样 所以我们在一起才会比较有趣 也因为大家都不一样 所以我会找到我比较喜欢的人 你比较喜欢的人 还有我们都不喜欢的人 你修这门课呢 台大那么多老师那么多学生 我们就能在这个时间在这个课堂上 这其实也是一个缘分这样 那我们谈爱情社会学 基本问题是什么呢 那什么叫做爱情 这是经常被问到的 原则上呢 这问题在这堂课上不太会回答的 因为这是我们要花一个学期去追寻 甚至有人要花一生去追寻的事情 不回答但是有大致的方向 那你看这堂课就是要 这堂课这个部分 就是要先从这个部分来追寻大概的想法 找几个线索 各位一定要学到 你被问到问题的时候 不要马上去找答案 听到问题不要马上去找答案 上礼拜你们的作业呢 就做了嘛对不对 我就先从这个作业开头 有一个作业叫你去访问 看台大三对恋人对不对 看他们在干什么 有没有 好这个作业有做的同学 有没有要说明一下 你看到三对恋人在干什么 好来 我简单讲一下就是 我是因为我后来有实际去问啦 可是我没有问得很深入这样 你没有问得很深入 那你到底问了什么 就大概了解说他们交往多久 然后可能三方年纪差距 你在哪碰的 台大哪 台大 急诊室吗 不是急诊室 有管院有留守小福 然后也有那个 管院小福还有 还有社会院 还有社会院 社会院还在盖 不是 我一直把社学 把社学那个橘州路那一块 那你就在这样一地方 各看到什么 你在管院看到什么 可是我不是 我不是以那个地区来看 我是可能就是说 去先看他们行为是怎样 然后再看说 你不是在管院看到的吗 不是不是我是说 我不是以地区来去那个去比较 而是说是看他们交往 我没先为你比较 我问你在管院看到 今天人在干什么 就 他们的行为 刚开始我看 感觉不像情侣 可是后来他们 有一些动作 然后有上去 我就蛮疑惑 然后实际去问 然后还知道他们是情侣 然后交往还蛮久的 然后感觉相处起来 就是比较特别的地方是 他跟其他的那个 其他情侣 你不是来闹的喔 我不是来闹的喔 他们在干什么 听得懂吧 去告诉他们在干什么 你后面都可以慢慢讲 他们在干什么 就走的话是比较 走得很近这样 啊两个人走得很近 对 有没有牵手 有的是 那个就是说 便没有说到很 就食指交通那么近 那你怎么样牵 你不要跟两只手交通 不是食指交通 有种牵法 你为什么比较小 你这是真的 那不是食指交通什么样 就这样子吗 应该是说食指交通 可是他们并没有说 应该说是食指交通 可是他们并没有说 你应该说是食指交通 可是他们并没有说 那种画面感觉说 并没有说很黏的感觉 但是就是比较 要讲感觉就是告诉你看到什么 这有那么困难吗 我叫你说看到什么 这件事情很困难吗 就牵手啊 对 牵手 然后呢 有没有别的 牵手以外有没有别的 就可能就两个就是聊天 因为我是那个 聊天牵手 好 那你在小福看到什么 小福的话是男生女生在吃饭 同桌吃饭 同桌吃饭 对 好那你在社科院看到什么 在社科院的话 因为那个是 两两个是我认识的人 那我也知道他们交往多久 那他们的行为比较像是 就像一般好朋友 如果你不认识他 他们在干什么 你不要解释那么多 我没有问题 他继续要吃 他继续要吃 那你要解释任何的行为 像你开放让你解释 不好意思 就是说我是 就是会去比较他们年纪 从他们年纪差距 还有那个交往多久 还有交往之前的关系 那些 然后会有一些不同的 你会去问他们这样 成为你们多大年纪 我有去问的 其实像有的 有的不想不想瞄我 你知道吗 对 先停一下 如果有人要问你 你会想瞄他 他会想瞄 好 好 没人取消 来 我就稍微去 稍微去问这样 然后也表明说 是要来做作业 你要表明什么 我就表明说 这是来做作业 然后不是来 不是来闹的 不是来闹的 那还是有人故意回答 对 所以说 其实不只是关他三队 不只是那三队而已 对 就有问出来的 那你的心得是什么 做这个作业 我心得的话 或许交往的那个 就是说交往多久 还有那个 他们交往之前的关系 都会多少都影响到 他们之间的 亲密之间的一些行为互动 好 交往多久 或交往之前的关系 会影响他们的互动 很好 谢谢你 请听清楚老师的问题 你要衍生在后面 衍生没有问题 我会让你讲 有没有第二个 谢谢你的第一个 好 请 我们在路名堂前面 看到一堆情侣在吃饭 路名堂前面的情侣在吃饭 好 两个都在互相搓来搓去 搓饭还是搓人 搓饭还是搓人 老师看人家在吃饭 好 因为中午 是因为中午的关系 好 男的比较晚 然后女的 女的比较早 然后女的看起来心情不快 肚子有点饿的样子 你有听到 那种声音吗 没有 后来去问 后来你有去问 你是不是肚子很饿的样子 那你问什么 问她说 就是后来她那男的出现 然后就问她说 所以你刚才在等那个男的 对 然后就说那你等她的时候 你是神经病 然后就说 你练做主要的时候就练 就要演她的神经病 所以她告诉你的 好来 那你有告诉她这是干嘛吗 像她有告诉她这是一个作业 那你有没有告诉她 有 有 那她愿意接受訪問 好 那还有第三个有吗 没有 你观察到两对 详细观察两对 详细观察两对 好 那还有没有第三个 我通常很喜欢问完三个 我才要开始 有没有第三个 不太一样 请 我在心体的那个 心体 重训室看到 重训室 我觉得他们两个应该是 就已经做完了 然后 做什么做完了 你们这时代 做重量训练做完了 有录影我们一定要讲得非常清楚 不然人家以为我们什么东西呢 做重量训练做完了 好 做重量训练做完 然后他们两个就是 就是有做一些伸展槽什么 做完之后就是 男生就帮女生按就是脖子那边 按脖子那边 只有男生帮女生按 女生没有反过来 没有 然后他们两个有 就是聊天 聊天这样 好 这是一对 然后呢 然后还有一对是在那个 新生停车场外面 新生停车场 哦 都是那一块 你都不是吃饭的时候 他都是吃饭的时候 好 然后就是感觉就是 因为男生在坐在车上 然后女生在车子旁边 摩托车还是是 摩托车 然后就是女生感觉来神气 啊 女生都没有任何表情 好 女生都没有表情 那是经典的画面 然后男生就是 一直想要安抚他 你那时候站他们离他们多近 大概就我到那个同学 很近他们有没有发现你啊 没有 你看酷吧 我上次讲过了吧 你不是来卧底的 我们两个不认识 对我们要先缺 好像变魔术 对不对 好所以是那个他们在吵架 对不对 可是感觉就是只有女生在生气 因为男生一直跟他讲话 然后一直有摸他脸或拉他手 好那是第二队 第三队呢 在那个化学系馆的 化学系 啊OK 然后就是有两个 有一对情侣在喇鸡 在喇鸡 喇鸡你也看到 你确定不是借位做什么 把他吹眼睛啊这样进尸啊 应该不是 所以你有看到鸡在喇吗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那你怎么知道在喇鸡呢 因为他们就是男生坐在椅子上 女生就是一只脚站的 然后一只脚就是跪在椅子上 哦 我应该叫你们拍下来 这样我们就省很多事 描绘着 一直要站一站 然后再接吻 有声音还是什么 会你觉得 那嘴巴有膨胀还是什么 你会觉得在 我对于这种你没有看到 没有那么近看到 那你怎么知道人家在喇鸡 这件事情我非常好奇 如果你不是在某个角度 或你没从头看到尾 你怎么知道他在喇鸡 我的好奇是这样 所以你就是感觉他们在喇鸡 对 哦 ok 好 那你有告诉他们你在做研究完没有 我就做从他们偷看 哦 好 所以如果有人追寻台大追踪狂 或者跟踪狂 不要把他算在里面 谢谢你的作业 谢谢你们三位的作业 这作业的目的呢 是什么有没有人知道 这作业是陷阱题 请说 爱情不一定包括情侣 爱情不一定 不一定只有情侣 不一定只有情侣 哇 very deep 好 爱情不一定好这是 还有呢 这不是我想的 这是你想的不错 不一定包括情侣 对 有吗 亲 比较亲密不代表你是情侣 比较亲密不代表你是情侣 对 那我们怎么知道他是情侣 我们怎么知道他是情侣 我们就要爱情设计 我们只知道他们两个是情侣 那个同学 虽然我干扰到他很多 但是他有问 跟人家讲说 我是做作业 对不对 那你有跟人家说 我们的作业要干嘛 要访问三对情侣 那请问 第一个问题你要问他 请问你们是不是一对情侣 对不对 有多少人这样做的 没有 或者只有他 你不知道他是情侣 你就用猜的 这就是我们研究 不会进步的地方啊 那我们在家里 就猜就好了 三对情侣 有些同学更厉害呢 他今天要交周罪 马上写了 你去观察了吗 你去问了吗 不是情侣的人 会不会喇叽呢 或者他是不是喇叽 你不知道 不是情侣的人会不会握着手呢 不是情侣的人 会不会做出那些 看起来像是情侣的人 会做的动作呢 或者那是不是性骚扰呢 不要看到什么 就相信什么 尤其我们研究爱情 你如果用这种方式研究 我们不会有进步的 因为大家看到什么 就想说 我朋友说什么 那这好像天下学问都在这里了 这不会有进步 所以第一个你要问他们 是不是情侣 第二个你要问他们在干什么 然后你再确定你观察到的 是不是他们在做的事情 当然人家在机车在那边不高兴 你去问 这你我都知道 这风险太大 对不对 关你什么事 你说我是孙中兴的学生 这样 那人是谁 你就很尴尬 对不对 孙维兴的学生 那他的课怎么加签呢 学姐你会告诉我 这就不尴尬 对不对 所以你 我的作业就是你要去问 然后先表明自己 这是一个作业 你在做作业 你不是亏人隐私 你不是随便去照人家的东西 那你知道你的作业 看不到是什么吗 你看不到一对情侣 没有在一起的状态 有的人说我认识他们 他们是一对情侣 有人告诉你说 我跟谁谁是一对情侣吗 有的时候是谣传他们是一对情侣 他们是班队系队 她是校花 她是细花 她是细草 那还细花盆呢 对不对 有细花细草 没有花盆的怎么种呢 对不对 他是细雨水 滋润他们两的 他是细肥料 专门是垃圾 然后可以变成肥料 这种类比 我们可以讲到很夸张的地步 所以你不去问 那你就用猜的 那这堂课你就不必念了 有什么好念的呢 街上有一堆这种书 所以 叫你们做事作业 就让你们知道 不要轻忽这个问题 你是台大学生 你修这门课 第一个作业就告诉你这个 第二个作业千万 第二个教训 不要相信别人 做那件事情的人 不一定是这种人 是情侣不一定有在做事被你看到 那这个时代你看到都是户外行为 户内的你怎么看得到 室内的你看不到 他们在做什么 还有的情侣可能生气 一个人走前面一个人走后面 你光看不知道他们两个是情侣 你可以观察到 一对情侣正在不讲话中 那种情侣 我觉得应该有一件T恤上面写 吵架中这样 不是像什么准备中吗 什么中那边 他吵架中这样 所以你观察不到 吵架中的情侣 除非是那个坐摩托车的那样 所以好多事情你是观察不到的 情侣做的事情你是观察不到 这个作业没有别的目的就是这样 所以这个作业只登记 这个作业不算分 你教的就行 这作业的目的是要让你提醒你 小心这些事情 每一个作业都有它的目的 这个作业目的是这 是不是还有第二个作业 对 什么东西 参观那个 那那个你交来那个我会看 那个我就不在这里做说明 有没有人要讲 那个参观的时候碰到什么问题 你要问我的 他每年都被我的学生烦恼 所以他们应该都知道我是谁了这样 下次如果真的有人问 你就告诉他他就是要竞争越老的那个人 越老的那个人 他们大概就会很警惕这样 这个位置不是可以一辈子做到底的 好 那那个作业等一下我们就看怎么样 摆在哪里我们来收 还有我忘了因为这个太久没上课 我希望你们问问题 上礼拜终于有人问问题 我们再回答这里面的第一个问题 有时候上课要从很轻松的方式开始 我不知道这问题是什么 这学期第一个问题 不必写名字我说过了 好 爱情中的偏杀行为 哇 你一下就问到第四章 有时候根治的吗 要真的要看情况 有些像我们现在知道的某些强暴犯 据专业的精神科医师觉得他们很很难不再犯 但是你也看到报纸上的报道 到底要不要化学去世 这合不合人道等等的讨论非常多 到目前我们并没有 并没有这方面的那个设施 就是并没有化学去世 或者呢要用脚疗电子疗铐 那这个呢也有一次有一个性侵害犯出狱以后 就逃了 逃了以后 在还没抓到他之前 他又犯了另外一件性侵害案 那美国有一个制度 那叫梅根法案 那那个也是引起争议的 就是说如果性侵害犯出狱以后 特别是强暴小孩子的 他的住所要被告知 让社区的人知道他住在哪里 以免呢 这个邻居不知道 然后到时候不小心小孩又被他怎么了这样 但是呢这个他没犯错之前 任何人都不应该假定他会犯错 都应该假定他是无辜的 所以呢就有人犯了 有人没犯然后被邻里知道以后 就大家给他压力叫他搬出去 那天涯海角他要往哪搬呢 那他要改过真的要改过好像就没机会 那有些认为这人不能改过 所以不要给他机会 那你要怎么办把他杀了吗 如果他不能改过 把他终身监禁有人提出这个 那不然你就把他杀了 那你还有什么选择把他淹了 叫他做太监嘛 进总统府去做太监 因为现在没有工了嘛 搬到英国皇宫去 白金汉宫去做太监了 那你认为可以改进 那可以怎么改进 所以这是一个很两难的问题 现在目前能够做最后判断的 大概就是精神科医师或法官他可以判 我们一般人大概没有办法 所以你问的问题非常好 但是这就是人力有穷之时 我们永远不知道 我们永远不知道什么东西那个人会改 什么东西那个人不会改 我们讲一个跟这个题目不是那么相关的 如果你跟你的朋友交往以后 你发现他有一些习惯你很不喜欢 那你要他改 你以分手相威胁 如果你不改这个我就不会跟你在一起 那这个问题会有多严重呢 要改动有多严重呢 比如说一个男的跟女的说 如果你去逛周年庆 我们俩就没有机会了这样 然后你跟一个男的说 你如果还是继续玩电动 我们俩就没有未来 需不需要到这个地步 有的女生会说 男生如果再看色情网站 我就不跟你来往 你会不会到时候只好走上同性恋那条路 同性恋万一也有人看那个 你会不会走上佛门或什么 真的很难说 不过我真的有一次碰到一个男生 我到一个学校去演讲 最后我坐车他就刚好坐我旁边 他说老师你好像讲的一副所有男生 都看过A片的样子 我说不是吗 他说老师我就没有 他说老师你有吗 我就不敢回答 这陷阱吧 这怎么回答呢 我们这种强调的诚实人 当然可以很诚实回答 但他说他没有了 你要回答你有 刚演讲完 对不对 精神不济 你刚讲什么 对不起 很尴尬 很尴尬 所以有时候我们这些人呢 说得到也不一定做得到 这很尴尬的事情 所以还是要跟你讲一下 他说他没有 我说你不会好奇吗 他说不会 他没什么好奇的 我念的学科呢 是可以看到人体的 我就不讲什么学科 那人体有什么都这样的 所有女人的人体 所有男人的人体都一样 这什么奇怪的 除非你都不一样 那就比较奇怪 他说没什么特别奇怪的 大学生 台湾人 正常男生 我说你同心里面 他不是 他就是不是 他对我讲那个 他极度不以为来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关系 所以后来那个学校 就没有请我再去演讲 真的不知道 好 所以这个欢迎你问问题 那有些问题 我们会在那个 那门 那个主题的时候 我们会讨论到 那这个只是希望你 多多用脑筋 多用脑筋 这是你这样想法 然后老师呢 如果需要warm up的时间 我就会讲的更好 这样 我觉得我可能这堂课 讲的比我上一堂课 讲的好 而且这堂课呢 有很多密码存在 我现在精心的设计我的密码 我希望你们有些人能够发现 不要等到我死后二十年才发现 好 那我们回到这来 我们在第一个什么叫做爱情 很多人就会从西方来讲 西方的当然西方人很容易研究 中国呢 你看我这左边跟右边是连连看 不是对应的 不是第一行对应第一行 第二行对应第二行 不是 这是连连看 你自己去连连看 看你的英文程度 跟你的中文程度 怎么样是没有搭配的 或者有没有 因为我们现在讲爱情 大概中文就是爱情 英文就是love 所以大概没有太大的问题 但是如果在不同的时空 这个问题可能就很大 或同一个时空 有时候我们讲的爱的意义 都不太一样 中文有用 有时候单用一个爱字 有时候用爱情 所以那个slash 就是可以分开 可以合起来 我们有时候讲情 有时候是情感 那这个是 那有时候我们会讲恋爱 像我的课呢 课名呢 很多人讲不清楚 你那个恋爱学 那爱情心理学 不是 我是爱情社会学 那像这个我们在中文 在日文里面 都有告白这个概念 但是在英文里面 你要怎么去讲告白 学长我喜欢你 你光学长你就不知道 英文该怎么讲 日文有 中文有 美国话 英文没有学长 他连哥哥弟弟都不愿意搞清楚 你想这种文化 还有什么学长的问题呢 对不对 我们学英文最大困扰 那你哥还有你弟 elder brother younger brother 那都是很复杂的 That's my brother 那你是哥还是弟弟 这重要吗 my sister my cousin 就更复杂 my uncle uncle aunt 那都非常非常复杂 所以他们 这个区分来讲不重要 中文区分非常非常重要 那现在当然我们大部分人 都没有文化 那人是谁 那人是我舅舅的太太 你阿金嘛 不是我阿金死了 那他是谁 我的新阿金 什么之类的 新婶婶或者什么之类的 你就是讲得很很很复杂这样 所以那个爱情的爱 那告白有很多概念 在不同的文化里面 有的有的没有 告白就是一个最明显的 有一次有一个同学说 老师confession是告白 而confession是到不同的地方告白 到教堂去那叫confession 你爱情还用confession 这听起来怪怪的 除非你跟你的牧师告白 那很怪的 不是那样的意思 那你看那告白 那个奇怪的电影 那就更奇怪 我上次说过那个同一个人 那个松龙子呢 演过《四月物语》 那个电影才应该叫告白 然后这个电影应该叫《四月物语》 我觉得应该换过来 那导演一定出了什么问题这样 好那其他还有你们这时代呢 常常有一些新的词汇会会出现 什么晒幸福 是不是晒恩爱 我就觉得晒衣服 现在都洗衣机了也不用晒 你们还晒 就在洗衣机滚一滚就行了嘛 晒你们还有叫什么 很闪 所以有学人跟我说 老师啊你不知道 那个谁跟谁要先好闪 这样子 我说什么意思啊 就是他们两个就很幸福 大家看 觉得像阳光一样闪 叫很闪 然后那天有人说 我碰到的一个更尴尬 一个是老师我被打枪了这样 我说同学 师生真的不适合谈这个事情 我说我们以前打手枪都是在自己屋里 然后不会跟老师讲的 然后他就愣在那 我就愣在那 我说你讲什么 他打枪 老师你讲什么 打手枪 这差那么远吗 我们以前打手枪是指手赢的意思 那现在打枪跟手赢没有关系 我为什么会那么复杂 那么想那么多呢 因为我教的时间是太长了 这里我就跳到一个打手枪的故事给你听 大家都满18岁吧 不满18岁的天才儿童 请得到父母同意在修这本课 那个有一年呢 这就是哈拉玛丽那个电影 刚开始上演的那几年 所以你可以上网查一下Wikipedia或IMBD 那哈拉玛丽哪一年上演 有一个男生就跑来跟我说 那时候我还没看哈拉玛丽的电影 他老师啊 我要去跟我喜欢的女孩子约会 他终于答应我了 请问我要去约会 我要不要先手赢 我想这什么开头 你应该先问老师 你中学学校怎么过什么之类 再来跳这个话题 干嘛这样呢 很多学生非常直白 我说同学 你为什么问我这个问题 他老师你知不知道手赢是什么 老师博学多文 哪有什么都不知道 我说你怎么会问我这个问题 他老师你没看哈拉玛丽对不对 我就说那是什么电影 后来我跑去诸鹿影带来看才知道 当然这故事的另外一面 我就说那你有过那种不可抑制的性冲动的经验吗 像有些电影会演 有些男的看到女的就流鼻血这样的 你有过这种不可抑制的性冲动 那没有 我说没有你担心什么呢 后来结果至少在那个时段还算不错这样 所以这个是这个打枪 这个我后来才学到打枪就被人家拒绝是吧 然后有人要去告白他后来不讲告白 有一天吓到我跟当时的同学 说老师我要去自爆 我想你这恐怖分子是怎样 自爆这个爆字对我来讲对不对 爆浆 耐尿 牛丸 那对我来讲也是很复杂的事情 有一天我看学生穿那个衣服 我同学那什么意思 他老师你没看周星驰 后来发现有一阵子你不看周星驰不能当老师 完全不能当老师 后来写了一个短文叫做一个教室里面融不下两个星爷 他是星爷 那我是谁啊 真是真是 好 回到这个 这要回到哪里 自爆 对 回到自爆 他说他自爆 我说自爆什么意思 他说我就去跟我喜欢女孩说我喜欢你这样 他说老师你觉得怎样 我说那你有没有准备好退路 我说小偷 对不起我举例都不太好 小偷要偷东西之前都想好退路这样 他老师我不是小偷 我说我知道 这只是隐喻失忆 你知道就好 你又不想到万一人家拒绝你怎么办 因为人家接受你 你要想好什么 接受你怎么办 拒绝你你要怎么办 他说拒绝就拒绝啊 讲的哇 他拒绝我再回来找你啊 我说那接受呢 那接受就我就跟他出去玩啦 我说会不会来找我 不会啦找你干什么 非常了解现况这样 后来他就回来找我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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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懂吗 好像你要尊师重道 老天爷才会厚爱你 懂吗 所以你要去这之前 你当然要想说万一成功了 我也要回来报答老师 让老师是更肥 反正到时候photoshop 都可以把shop出来这样 very sharp 所以自曝也是一些新的名词这样 所以你们常常讲一些新的名词 我都不知道怎么办 本人呢在当兵的时候 是中华民国陆军炮兵 所以有的时候我看到炮友 非常的高兴 我想我有很多炮友 有些人就告诉我 老师你不能这么说 我说为什么 我们炮兵的感情都很好 叫炮友这样 后来我才知道 就像你们笑的 就不能用的啊 我还就很生气 炮兵之友是我们先用的 然后你们就把我的名词 拿来做这种乱七八糟用吧 你们什么态度啊你们 所以名词会不断的改变 但是呢 内容基本上是一样的东西 那不同地方有不同的说法 我们有交换生 可能来自不同的地区 有说不同的说法 那有些文化 没有像这样的东西 譬如你在英文 你说我跟他在一起了 这句话什么意思 we're together 可是英文讲we're together 不怎么样 老师我已经跟他在一起了 那这什么意思呢 有一个学生跟我吃饭 多年他出国留学 回来 然后我们吃完饭呢 他就打电话给另外一个人 然后用很小声的话 因为在餐厅里面 他说谁谁 我跟你讲我现在跟初老师在一起 然后对方就说 蛤 我说吃饭 你要不要加上这两个字 免得引起无悔 在一起吃饭 ok 你说我跟初老师在一起 我讲的好话爱言命 这样我跟初老师在一起 你什么态度呢 这是 你不知道台湾人都很敏感啊 你要写信给周刊那还得了 孙老师跟别人在一起 然后吃饭两个字变得很小 这样 或者打一个问号 对不对 在一起问号 吃饭 问号这样 所以你知道你们两个谁跟谁在一起 谁跟谁是不是一对恋人 这个问题呢都非常的复杂 有的时候你问某人 两个一对人 我们现在暂时不管男男女女或什么 你问贾 贾会说我们是 你问贾说我跟他根本就不是恋人 我们只是朋友 什么时候一对人是恋人 什么时候一对人是朋友 我们上礼拜有讲到那些年那个电影 请问那个电影里面 那个男主角跟女主角 到底算恋人算朋友 那个人是你谁高中同学 连朋友都不是高中同学的意涵 跟这个恋人的意涵是差很远的 就像陈意涵跟我差很远一样 对不起 这一定要用到这一点 不知道为什么 那我们还是从这个后面讲过来 好像婚纱摄影蜜月 这些都是跟这个爱相关的词汇 这种词汇只会多不会少了 那接下来我们再讲一个部分 是讲爱的层面跟这个迷思 迷思就是一般人常见思想 没有经过好好去想的 像我昨天就碰到一个男生说 老师女人是不是很难了解 女人是不是很难 这个男的问我 那通常问这种问题 他背后都会有一个故事 我后来才知道 他有一个女朋友 后来那女朋友就跟他分手了 那他一直不知道为什么 所以很难了解是因为这样 那很难了解的一个原因 会不会是因为你从来没学着去了解啊 我就问他数学难不难 他说很难 我说那你去问数学系 有人觉得很难有人觉得不难 那你说问题在哪里 有的时候不在问题本身 有的时候在你对这个问题的态度 跟你有没有想尽办法去解决它了解它 所以什么很难很不难啊 这个都是太过太过简单的一个结论啊 那最常见的一个爱的层面 最常被忽略掉 神话里面最多就宇宙的动力 各位看一部电影叫做第五元素 因为在希腊人里面讲四个元素 地水火风啊 中国有类似的这样 中国有五行 中国五行里面跟爱没有任何关系 可是呢第五元素的电影还没演啊 我就知道第五元素是什么 就是爱 如果看西洋歌剧有一出叫杜兰朵公主 然后那个谜题答不出来 谜题答不出来 那谜题是什么 很简单嘛 爱 所以到最后你答不出来的东西 用爱就可以解决 这是西方人一直一直有的 我们中国人很少这种用爱解决 然后化解宇宙危机的这种故事 很少很少 所以我们要不然就不相信这个 西方人很多这样的故事 第五元素 你用爱可以解决很多问题 西方的基督宗教 基本上就是希望用爱来解决世界的问题 这个是 所以宇宙的动力这一点 一直是西方人强调 那加上这个 因为爱有时候会跟性 跟繁殖 繁殖后代扯在一起 所以呢有了爱 我们通常讲 有了爱你才会有性行为 然后才会有后代 所以后代被称为爱的结晶 但这都是过度美化 很多后代根本就是性的结晶 或者喝醉酒以后的结果 如果你是爸妈爱的结晶 你会觉得自己的生命是富有意义的 如果你觉得只是你一个男人 那个你甚至不愿意叫他爸爸 那个人 喝完酒以后在你妈妈的子宫里面 安下了一个什么东西 然后最后对你就出来了 你的意义在哪里 你就是一个宇宙的偶然 没有人叫你来 然后你就来 然后那个人会爱你吗 他喝醉酒他什么都不记得 这两个是非常不一样的 在根源的地方 你要了解你来的地方 对你的这一生 对你的 如果你有所谓使命感 这是很不一样的 很不一样的 很不一样的 那第二个当然在生里面 这上礼拜已经有同学也说过 就是黄书峻的歌里面 说什么一千多个字 是不是 在讲这个是恋爱症候群 这很容易见到的 如果你没这个经验 你这个人生还有努力的目标 如果你有这个经验 继续努力 这个还是不断的 你看身体方面 头发长短了 头发长短了 头发长短了对男生影响不大 对女生就非常的明显 特别在我们以前 女生在念大学之前 不准留长头发 你知道那时候头发有什么 耳上一公分 然后这边要剃的清清楚 那时候我们叫西瓜皮 再美的女生剃成那样 都蒙不起来 最近有什么林青霞 什么什么 几十年轻的照片 那个她都已经不念高中了 去演高中生 很多电视上演高中生的人 都早已经不是高中生了 都早已经不是高中生了 最夸张的是那个 大陆的漫画家叫夏达 天哪她几岁了 三十还几 我一看蒙得要死这样 看起来像高中生 她已经不是高中生 很久了 每次当第一次在电视上 看到报道她来这样 我关我什么事 我就看电视嘛 阿伯嘛这样 我靠蒙成那样 我就上网收集她资料 这样哎呀不得了 下达 下学上达 所以我们那时代呢 大学女生第一件事情要 考完是一个暑假就留长头发 那长头发有人真的留的好看 有人留的不太符合个性 大家都要留长头发 那为什么呢 我们那时候还流行一首歌啊 叫长发未君剪短发未君留 你的头发不是你自己的头发 头发是根据你喜欢的那个人 喜欢的样子 早些呢我回来啊 发现刘德华在当时 有一些影迷的团体 那刘德华那时候没结婚啊 他就说他喜欢长头发女生 所以刘德华的影迷都是长头发的 你也知道什么小猪的影迷 都叫他太太 他就叫那人太太 我又听了这句好奇怪 但是那些粉丝都乐此不疲啊 从来没有人说要争大太太小太太啊 这真的是一个大同世界 所有男人的幻想 我有一堆太太 然后他们都不争这样的 然后你就叫小猪他都很高兴这样 懂吗 真是 我就说孔子的儿子出生的时候 因为那个 那个他的孔子的老板 送他一条鲤鱼 所以他叫孔梨 对不对 如果孔子出生的时候 他送一条小猪 那孔子的小孩就叫 好吧 这是随便讲的 那还有长头发的男生 现在男生也可以留长头发了嘛 有时候从后面看看不出来 同学 我们当老师叫同学 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如果说学姐这样 那个男的一个 你就很尴尬 你就只好一句往前走 学姐 表示他叫前面那个人 懂吗 化解尴尬 有时候就继续尴尬下去 免得 你就说对不起我叫错了 你就 这就太low了嘛 所以长头发短头发 或男生要不要抓头发 或者李光头或什么 常常有时候是对方的期待 然后有时候呢 你会以为那是对方的期待 譬如有一个你跟你的 喜欢的女孩子去看电影 或是干什么 他说 哎呀孙老师那个头型好酷喔 这样 然后就开始觉得 真的吗你说的吗 下礼拜你就搞成我这种样子 然后就变成自己变得很胖很老 这样 这真是作奸自己了 不需要这样 那有时候头发 身体上其他也一样 穿衣服 你说穿衣服不都格子衬衫吗 有些男生不一样 这是unicool的 然后那是latif的 然后这又这个lara的 这这那这讲不明的 这abercrombie的这样子吗 字月长就表示 看你的英文程度好不好 不然的话 这abercrombie啦 你不知道讲什么呢 好 所以身体很明显 会有这些变化 身体的变化 忽然间爱干净了 不一定爱漂亮 爱干净了 不化妆女生忽然间要化妆了 这都是 是很奇怪的 另外呢心理上很多人喜欢问 爱跟喜欢有什么差别 这个你如果是做学术研究 下一堂课就有 如果不是做学术研究 通常我们会觉得爱的程度比较深 喜欢的程度比较浅 爱比较没有责任 爱责任感比较重 喜欢没什么特别的责任感 相对而已 所以问这个没有太大意义 可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很喜欢问 通常你怀疑你是喜欢这个人 还是爱这个人的时候 那就看你对爱的界定 如果爱是相互的 那人家 你不知道对方的情谊之前 那没有爱可言的 我喜欢他 但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喜欢我 如果你喜欢他 他喜欢你 OK某程度可能可以叫做爱 可能可以 所以爱呢是很麻烦的事情 大家好像都知道自己 讲的是什么 那其实都不知道 爱还有这个字在101前面 你就在那前面造一个love 这样好像你就爱了 你郭圣诞节在那个前面 造一张像传给你的朋友 请问这什么意思 所以你万一还这个自己 站在I love的前面 然后旁边弄一个人 弄两个人变成you这样子 I love you 没有人这样做 好吧 我一直觉得这样很浪漫的 那爱有情绪的问题了 比如说那个恨 爱的对立面 很多人说爱的对立面就是恨 不不不不不不 太浅了 爱跟恨都还关心呢 爱的对立面是不关心 与我何干 这才是对立面 当一个人的生死你不在乎的时候 这才可怕 你爱一个人到恨一个人 这基本上还在同一个地方 因为你还在乎那个人 you care 等到I don't care的时候 那就很惨了 所以爱跟恨 也有人也就恨了 因为世界的毁灭的动力是恨 恨通常要靠爱来化解 那嫉妒 很多人认为嫉妒是生活中的调味料 那这个是一样 生活中调味料呢 就会有调的太辣 你要中辣小辣大辣 对不对 现在这个到店里面去 还有一个日本的一个 哪一家店呢 不要叫乐面屋 天哪上那个餐厅像在考试一样 你要填好多 你看这个面希望什么样子 然后这什么需要怎么样 等写完了他才送来 你都饿昏了嘛 你就不能做出一个 你们老板最自慢的面出来嘛 你要慢吗 很慢 晚上才有 很可怕 今天笑话都没那么好笑 我要检讨 我要检讨 我们回去要重新把这段剪掉这样 重新录一段 那还有啊 像台湾叫玉竹啦 玉竹可能很多人会不知道 不是来自台湾的 就是你很郁闷 不高兴 一种情绪 这种情绪 摟到某一点 让你不能出门 让你一个月不能出门 你就要去看医生了 如果摟到一阵子 还可以啦 所以这玉竹也是会 跟这个影响 还默然 谈恋爱的两个人 忽然间两个人再也不打电话了 然后两个人的表情都默然 你就知道这个人处在一个非常可怕的境界 如果这个人往楼上楼高的地方去 你就要小心他会跳楼 往河边去 你小心他会跳水 那个跟那个表情有关 一个快乐的人要真的溺水 那大概真的纯属意外 一个不快乐的人要去溺水 那大概都是自愿 好 那性呢当然就有冲动的问题 还规范的问题 人类呢基本上也是属于哺乳动物 所以人类有在十二三岁的时候 大概男生或女生 早一点晚一点 就会有性成熟这样 性成熟以后呢 一般的动物在性成熟当下 就会有一些性行为出现 比如求偶的声音啦 求偶的行为啦 那动物频道 动物生活频道都会有 那人类呢 你到性成熟的时候呢 你就会被压抑这样 然后很多人性成熟的时候 不知道自己的身体变化 跟后来怎么办 然后我们到了演化到这个时代 还有人不太教性教育 所以你不知道到底怎么一回事 不知道身体变化怎么一回事 你不知道晚上会 有些做一些事情是怎么一回事 特别是男生 特别是男生 因为女生有时候家教 这个性有时候跟所谓的家教有关 你就不太会去想这种事情 男生在很少人不想这种事情 有人在小五就开始想这种事情 所以像这种 现在你们吃的食物 会让你的性成熟提早到来 那性成熟到来以后 都没有教没有学 你要让一个人好像不出事情 这个相对人是很困难的事 很困难的事 你女同学去当国中生的家教 那国中生就对你会有些非分之想 会有非分之想 那这个敏感度的增加跟减少 这也是一个我们日常生活比较少训练的 我们常常觉得有的人直白 所以讲很多话呢 就觉得我就讲的话我没说谎啊 所以老师我觉得你很胖 这样讲这种话 对不对 对啊 那你要讲吗 让老师觉得高兴还不高兴呢 那我需要让老师知道他很胖 他要减少什么 那这是你讲的话吗 需要你讲吗 那要不要师母讲吗 师母天天讲 我今天看了我的那个画面我也觉得 真是需要用哈哈镜子之类的 情绪控制啦还有失控 情绪控制跟失控呢 现在你看电影也有 日常生活中其实有这种 叫Anger Management 这个叫什么 愤怒管理这样 愤怒管理是一个很重要的 因为你们这一代人呢 常被认为是过度被父母亲放纵 所以你们呢自己喜欢就什么都可以 你要不喜欢你就哭啊闹啊 你就可以得到你想要的东西 所以基本上愤怒对你来讲是一种武器 那是达到你所要东西的武器 所以你不高兴你就愤怒发泄出来 不需要接受任何人的控制 那这个呢在这场生活里面 你相对别人就会出问题 所以这愤怒控制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呢 我们以前在姓名会做事的时候 常常有男生啊 跟你说交往啊 女生答应他他就好高兴这样 女生一旦做什么事情不睡他的愿 这个男生呢会用心理控制的方法 不讲话这还算好没有伤害 更严重的他会甩对方巴掌 再严重的他会掐他脖子 然后就哎 像看电影你知道吗 他以为他是谁阿诺嘛 这很可怕啊 这现在讲起来像什么 男生力量大啊 然后那女生就这样被掐着 这样很可怕的 你知道打一个巴掌很可能耳朵会聋 掐脖子会窒息而死 他说可是我生气 那个人还这样讲可是我生气 他为什么要让我生气 全部赖到别人身上 我说你知道你生气的时候可以做什么吗 教各位一下 你如果真的很生气 第一个离开现场 不要看到你气的来源 如果你认为气是因为对方 你最好离开现场 第二个不离开现场 你不要看到对方 你身子转过去 身子转过去 然后深呼吸从一数到十 深呼吸从一数到十 深呼吸从一数到十 等你这样平静下来的时候再转过身来 基本上可以度过这个 你在转过身来 那个人通常会不见 早就跑了 早就跑了 你就趁他转身的时候赶快跑这样 懂吗 这是几个方法这样 这是几个方法 不然的话 你真的有情绪控制不了的状况 你就要去看专门的辅导人员 这是可以治疗的 这是可以治疗的 不然会越搞越大这样 越搞越大就很难看 像现在看到那些富二代 或者像宾利姐 像那种在店上那些人 有人在照他都敢那么嚣张 你就知道那人的情绪管理是有问题的 没有家教 他有钱他没有家教 不知道这种事情不需要这样 事情解决不是靠你大声就可以了 好 那另外呢 这个性别的问题 性别就有异同的问题 在这个学校 大概同性恋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 可在有些学校或有些地方 同性恋还是一个非法 甚至是一个不道德的问题 所以这个问题 异性恋呢 到现在为止 在各个文化 大概问题都不大 那双性恋呢 一直也是被误解的 觉得这些人呢 真的是没余下也好 这样完全没有品位 这样 有人觉得你看 他当初跟我在一起 现在跟另外一个性别在一起 这怎么怎么一回事嘛 这样 那这个都是了解不够多 有人不跟你在一起 有时候跟你是没有太大关系 有时候跟你的性别 什么是没有太大关系的 另外呢 数目单跟多的问题 我们不管是同性恋 异性恋都是单数恋 我们喜欢的是某一个数量 某一个数的性别 那双性恋是多数恋 它可以练这一数 也可以练内性 我们很少从这个角度来区分 那力呢 除了力量之外还有权力 权力关系呢 就是我上礼拜 是不是有给你们 八字真言 平等对待共同奋斗 平等对待共同奋斗 这大家的权力基本上是 互惠平等的 很多男女关系 特别是女生被要求要比较温讯 所以呢 男生讲话女生要听 男生女生不能给男生没面子 这就是权力不平等 但是你协调好OK的啦 很多人活在今天 尤其男同学 希望教的对象 其实是妈妈兼女佣兼 几年 看在什么场合 那自己都不要求或不讨虑自己能够提供什么 所以很多人不知道 尤其我在那个婚前教育班 很多人觉得说 现在女生不就是要给她一栋房子 给她车子 然后她就会嫁给我了吗 我说那你不就应该找到太太了吗 你房子不只一栋 车子不只一种 你为什么还找不到太太呢 照道理对不对 你觉得这就是找到太太的理由 你都有啦 婚前教育班那么多女生 她有房子有太太也没理她 那问题显然还在于你不了解的地方 所以这是那个权 这有些人认为有钱就有权利 这不一定是这样 那夫妻之间会进入到一个场所的一个维系的权利 唯一跟非常微妙的 比如说太太跟先生出门 男女朋友出门看电影要怎么选择 以前有个女生跟我讲说 我男朋友都很配合我啊 我要去看电影她都陪我去 我说那你看什么片 她说我要看爱情片 她要看战争片 我说那你最后呢 最后都看爱情片 我说那你男朋友呢 她在里面打呼 在戏院里面打呼 她觉得好感动 她觉得非常感动 没多久他们俩就撤了这样 为什么一个人要那么假的 去跟另外一个人在一起 然后呢 就像一样你不喜欢看战争片 然后你去看战争片 然后你在里面睡觉 为什么浪费这个钱呢 你可以再看8号听 她看6号听 然后两个小时后在外面见面 这不是也是一个解决方法吗 或者你们不要去电影院啊 上网路电视也可以看得到 这不是也是一个解决方法吗 很多人有很多奇怪解决方法不愿意用 用这些方法 用其他方法造成两人的破裂这样 另外呢还有这个男大女小的迷思啦 年龄方面 多大是大多小是小 这其实是一个没有定论的东西 那这我们讲到年龄的时候我会说一下 所以这些都是很多人考虑到的 其实什么人都有 如果你仔细看这个社会上的这个不同的例子 什么人都有 我看到最夸张的一个例子 有人跟我说老师如果我要坚持 女生特别说 如果要坚持要跟我爱的人在一起的话 那我会不会可不可能有一天我嫁不出去 我找不到我爱的人 我是有可能啊 当然有可能啊 我不知道啊 我不知道 那我可以告诉你电视上的一个例子 电视上电视新闻的一个例子 有一个76岁的老太太 跟80几岁的一个老先生结婚上了新闻 为什么上新闻呢 这不稀奇啊 老先生坐在轮椅上 老先生的老伴死了 最后晚年呢都跟这个新的新娘 算新娘了 新娘在一起 然后这新娘呢第一次结婚 76岁 第一次结婚 记者就访问他 说某某阿婆 叫人家阿婆 人家是新娘叫人家阿婆不太好吧 对不对 人家说某某新娘 某某新娘你结婚有什么感觉 他说我等了76年 终于等到一个可以依靠的人 我记得非常清楚啊 我一听完说 来这一套你讲什么嘛 你76年以来都没有人依靠 你不是活得好好的吗 你拿着老头转呢 你能依靠他吗 你这不就是一个场面话吗 你可以说我喜欢他 我跟他很聊的来 或者他从来不回嘴 因为他中风了嘛 或什么的 你都可以讲 为什么你会觉得你76岁了 还要找一个可以依靠的人 一辈子没有依靠任何人啊 已经走了76年 你到76岁 忽然间要找一个可以依靠的人 而且你好手好脚 他坐在轮椅上 你如果坐在轮椅上 我还可以理解 这不是一个很真诚的话吗 可是这是一个场面的话 记者就好感动好感动好感动这样 我常常看很多爱情故事 我的答案都 结论都跟你们不一样 我的观点跟你们不一样 所以我就把这个故事讲 我说你可能等到七十岁 才会等到那个人出现 老师我怎么会知道 我的白马王子什么时候出现 我说如果你要等白马王子 那是不会出现 老师为什么 我说帝制时代已经过去了 没有王子了 你还不知道吗 老佛爷已经过去好久了 现在是中华民国大清王朝 已经亡很久了 王子只可能在帝王出现 那本到欧洲去找 欧洲还有很多王子 阿拉伯国家听说也有 台湾没有王子 中国大陆也没有王子了 如果你要王子 Triple W那是王子 这个蛮冷的 不过今天好像笑话都一直没有起来 所以辛苦大家 辛苦大家 连这种你都笑 真的是蛮辛苦的 好了那家族内 有些人是我们可以谈恋爱的对象 有些人是不可以的 早期在台湾 因为这个很多东西不盛行 同性的人是不能结婚的 因为怕你是来自同一个祖先 那后来呢 发现同性的人很多 可能也不来自同一个祖先 就无所谓 所以你看到爸爸妈妈同性的人 不是因为他贯夫姓 慢慢这个禁忌少数就没有 但还是有很多人会严守这种分纪 像台湾呢 有些因为台湾历史的复杂性 像姓张的在某些地区 姓张的姓廖的姓简的这三家人不通婚 因为他们来自同一个祖先 这丢了干 这三家不结婚的 来自同一个祖先 因为什么有唐三祖没有唐三妈 所以来台湾的很多都是罗汉角 都是男的资深来台 然后呢男资深来台呢 少数女性结婚以后呢 可能有些人因为那个先生过度劳动 或什么就过世了 过世这寡妇呢守着财产需要有人 家庭劳力就跟了下一个人结婚 结婚的人有另外一个姓 然后这个人可能又怎么样 这个又跟下一个人结婚 就这样来的 所以才有三个姓是同一个祖先的 曾经有些其他灵异故事 那我就不讲了 因为七月已经过去了 所以我们就可以不要讲这个故事了 所以家族的问题在这个部分 另外一部分我们会谈比较多的 下礼拜就会讲到 就是讲那个依附关系 依恋关系 你的感情基本上受到最大的影响的 第一个就是你的家庭 就是你爸妈的感情 你爸妈感情好 你有相当高的几率是属于安全型的 你很容易跟人家交朋友 你很容易碰到开朗的人 你自己是本身开朗 那你爸妈感情不好 你基本上对于感情 是属于不信任的一型的 或逃避型的 你不相信人世间有感情 这回事 大家都是互相欺骗的 当然有人在谈恋爱的 这个不恰不顺当的过程里面 也有人在失恋的时候 会产生这种厌世的感觉 全天上都是骗人的 你看他当初跟我海誓三盟 今天呢 他就跟别人海誓三盟去了 女同学有时候失恋的情况 跑到我的研究室以前了 现在比较少 老师全天上男人每一个是好东西 我就想那我是 老师你不一样 我说哪里不一样 我不是男人吗 他这时候的分类不是 你是老师 老师不是男人吗 这还是我的问题 显然已经不是他的问题 他就到时候跟我哭诉这样 老师你说男人到底想什么 我想我现在是老师还是男人 我要确定一下 你希望我有什么身份发言这样 我是男人那我就不是好东西啊 我是老师那我就可以发言 对不对 真的很痛苦啊 各位同学你不了解啊 有时候同学去辅导师 不敢对人家那样 对老师就敢这样 这真的是 教师节都没了你懂吧 教师节都没了 好另外呢 还有一些规则的问题 谈恋爱到底有没有规则 很多人如果真的跟心仪的对象交往 你会先去网路上或哪里 电视本的那个一个电视剧 而且好像听说是漫画 是不是还是小说小说 叫电车男 后来拍成连续拍成电影 我都看了 我还去参加这个新书发表会 这很早以前了啊 电车男的电影我看了 那个小说我也看了 然后那个电视剧我也看 那个就是这样 他忽然间他喜欢的女生要跟他交 要愿意跟他出去 紧张到后来就上网求救 然后一堆那个网友跟他建议 他该怎么样做 因为你不知道 你从来没那个场域混过 你不知道这个场域进去 有什么规则你要注意 懂吗 就像你在台北捷运没搭过车 你不知道票要怎么买 你不知道这下车怎么计价 那我们在台北搭公车很方便 我在1993年在香港 哎呦那很不方便 每一条线都会经过那儿 但是呢香港的公车 至少在那时候 每一条线的价钱是一样的 你坐一站也是譬如说两块五 这班车坐一站两块五 那班车三块钱 坐一站你也三块钱 香港人笨到这个地步吗 不就一站吗 所以我在香港不敢坐公车 除非有人带 不然不敢坐公车 因为不像我们公车 请问有没有到大安森林公园 有你上去就一张票吗 对不对 什么车只要经过都一张票 香港不是 我现在不知道现在怎么样 所以你看这个入境问署 有它的道理 最夸张是德国 我到德国去呢 德国人真熟法 德国有卖一日票 一周票 一月票 一月票叫Mona Shine 我去的时候是那个月的六号 我就买了一月票 一月票我就用到第二个月的五号 我就开 德国人不查票 抽查 没有那个验票口 没有 所以这样通关非常快速 因为我问我说 你们为什么没有验票口 他为什么需要呢 我说有人会说谎啊 他说那太少了 为什么要为少数人设这么 花那么多钱 这不是人力这样 就没有那个月台随时进出 然后他们找查票员 然后我就问我的侄女 我说那我这个 我最后只剩下几天 我该怎么买票 我说 他说你多坐了五天 我说为什么我买一个月的 上个月六号来坐 这个月五号 这不是一个月吗 他说不是 一个月是指September 什么那种一个月 所以现在是October 德国人的月跟我们不一样吗 我就很困惑 他说 他叫舅舅 对 舅舅你要补五天的票 我补给谁呢 他说你补给谁都行 你上公车去跟他讲 你要多买五天的票 因为你多坐了五天 我后来离开了 我没做这件事情 我要很坦白说 如果德国政府 因为这样财政垮台的话 我愿意绝五倍的五天的票 还给他们 非常奇怪 他觉得很奇怪 那我说你那个月票 过了 我到第六天买 不就亏了五天吗 他说对啊 所以不会有人买六天 那个到过了六天 买那月票啊 只有在月初的那天 会有人买月票啊 他月票不降价的 你到30号买那月票 你到9月30还是那个价钱 30天的钱你只能做一天 他的逻辑说不会有人那么笨 那想那个 你知道我的意思啊 好 这也是规则 有时候规则不太一样 像这个上次新闻正道最大就是那个 一个男的跟一个女的在吹了 然后那女的告这个男的 在第一次跟他约会 是不是还是干嘛 就跟他喇鸡 然后告他性骚扰 告他性骚扰 我看到这新闻的时候就大惑不解 我想 常常新闻只抱冰山的一角 那冰山下面你都不知道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那到底第一次见 第一次约会接吻就喇鸡 这个算性骚扰吗 这个他告还没有判下来 我不知道会怎么样 所以我上礼拜有问你们这个问题 你们觉得 我以前很早就问过学生这个问题 你第一次跟你喜欢的人接吻 你就要喇鸡吗 你要不要喇鸡前 要不要先跟对方沟通一下 怎么喇法 从左到右 顺时钟还反时钟 还是指示进出还是什么之类 还有要不要想到荣源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是 结果少数同学认为 应该跟对方先沟通 大部分人认为不需要 认为这样会破坏 破坏气氛 那有人说老师那最后结论是什么 最后结论就是说你还是先问一下 要不要先问你 不用先问你 交往还没有要决定那天要喇鸡之前 你就先问他 然后如果他觉得说不需要先问 那你随时可以喇 如果需要先问 那你就赶快问 然后马上再喇 一样 尊重对方 这个真的很重要 你们觉得很好笑 对我来讲 这是很困扰的问题 该喇不该喇 你知道吗 拉克拉非常喇 老子如果是现在今天会讲这个问题 好 那我们继续上课 我在黑白 Cabo写这两个字 是古代的传书里面 出字说文解字 老师画的不太漂亮 但是这两个上面是一样的 这爱只是多了下面这个东西 那这个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写成 现在这样叫做 这个就是古代的无字 无心 没有心这样 然后这爱却就上面明明是差不多 就多了一個比較粗的頭 然後就變成這個樣子 有機會你可以去問你的國文老師 那我們剛剛講的那個 各種不同的層面跟迷思 其實就是很多人在談愛情的時候 會考慮到的面向 甚至會在摺偶的時候標準 我經常問人家 人家說老師 你可不介紹我男朋友或女朋友這樣 我通常就會玩下去說 好啊 那你要什麼對象這樣 你可不可以開三個條件 然後我幫你找這樣 同學通常都會傻傻的 就開這三個條件這樣 我說就三個條件啊 那找不到了耶 因為人質超過三個條件 三個條件以外 有些東西也很重要 譬如常常人家開條件 從來沒開活的這樣 就開三個條件 我說這古人有一個人 他已經死好久了 這很適合你的條件這樣 要溫柔體貼啊 什麼什麼之類的這樣 有一個結婚的人他也適合這樣 你們條件講不完的 然後更妙的是什麼呢 我常常去這個婚前教育班講這個 摺偶的摺偶面面觀 說你只要一開條件 你大概能找到人就 就趨近於零 你開條件越多 找著趨近於零的機會越大 怎麼說 你就這樣想嘛 如果人分成 我們都簡單的說分成兩種 你開一個條件 你只有50%的機會找那個人 對不對 再開一個條件 50再乘以50 再開下去趨近於零了 懂我的意思嗎 你多開一個條件 那個人就越難找 但是故事就沒完 你常常就是要找這世界上 碩國謹存的 逼趨近於零的那個人 如果你要有車子有那個 有房子 你都很多人都忘掉 車子房子都是可變的條件 今天你有車子 表示明天你一定還有車子嗎 今天你有房子 你保證明天還會有房子嗎 我就見過非常悲慘的故事啊 悲慘就是什麼 因為覺得說哎呀 這通常都別人講的 你跟誰誰結婚 他有沒有車子啊 有沒有房子啊都有 很高興結了婚 半年後 因為經濟不景氣 因為工作沒了 車子房子全部沒了 老婆還在 然後大家說哎呦 怎麼會都搞成這樣 那你不是覺得 車子房子很重要嗎 最後什麼東西比較重要呢 絕對不是車子房子 各位如果在剛剛講那條件裡面 我沒有細講 只有後面要講 還有我希望你們能夠發問 如果你在剛剛那條件裡面 覺得某些東西真的是 人生中最重要的東西 我建議你這張課 你可以有很好的機會 重新再思考一下 你現在認為人生中很重要的 或者你的希望的理想伴侶 很重要的條件 到底是什麼 然後到時候 你會有什麼樣的不同的想法 這就是所謂的迷思跟偏見 社會的價值很清楚 你不必修這門課 你爸媽就會告訴你 你上網就有人告訴你 你就完全不必修這門課 你修這門課 你修這門課浪費彼此的時間 那如果要做一個 有獨立思考能力的人 這門課會提供你比較多的東西 所以我會先開頭講一個這個 是因為很多人講的 男人不壞 女人不愛這樣 那女人都應該聚集在台北看守所門口 所謂的壞人 公眾的壞人都在裡面 都在裡面 那你是這個意思嗎 當然不是 那不是有什麼意思呢 所以這個男人不壞 女人不愛 然後那個李宗睿你要去愛他嗎 到目前為止 他大概也不會認為是壞人吧 他有車子有房子 而且不只一家 他有很多照片 你要嗎 所以這是很多人不太理解 那有關愛情的故事呢 我們這邊講 搶這個大餅的人非常多 愛情的故事呢 每一個時代只是不同人來演而已 尤其像我聽過那麼多故事 看過那麼多電影 有關初戀的電影 大概都差不多 非常奇妙的是 美國人談初戀的電影 通常在小學 那電影是演小學生的 國中生高中生都開始演狼人啦 吸血鬼啦這種 已經有點變態的那個 然後那個東方的電影呢 韓國的或者台灣的 或者日本的 我看過的初戀電影 大概都在高中階段 晚人家兩 差不多兩階段 性成熟大家的時間大概是差不多 但是美國人就會再早一點演初戀電影 我們就是在比較晚的時候演初戀電影 韓國人當然那個 建築學概論是在大學裡面才有 還有人大學畢業 連初戀都還沒開始發生的 我認識一個學生 也上了愛情社會學 寫到那個 那時候還要教愛情事件部 沒東西教 老師我沒談過戀愛 而且我很驕傲 我沒談戀愛 沒怎樣我活得很好 你活得很好就好啊 你沒作業教你就活得不太好啊 這個課是要教作業的嘛 這關你有沒有談戀愛 你要教作業嘛對不對 他還是教了一個作業 寫的非常隱晦這樣 基本上屬於朦朦小說型的你知道嗎 就那是不是他也不知道 那照片裡面的他是不是他也不知道 那他的喜歡誰不知道 喜歡的是 人呢還是物呢還是上帝呢 我都看不出來 反正教了就及格 多年後呢他到社會上做事 終於第一次談戀愛了 他跟他的同學有聯絡 他的同學跟我有聯絡懂嗎 任何人跟我有聯絡的 我都能聽到故事這樣啊 然後他就千教再萬教他同學有一件事情 千萬不要告訴孫老師 因為告訴孫老師就等於告訴全世界 現在還錄影了 那真的是全世界 還包括後代人 不過我不會講名字啊 我這上課所舉的例子呢 因為為了保障當事人 都經過誇張變造懂嗎 都不是原來的故事 所以不要相信這是原來的故事 這樣可以嗎 老師講的師母也不一定是真的師母懂嗎 這要有一個免責軒言對不對 而且在什麼本片拍攝過程中沒有動物受到傷害 本課程中沒有任何動物受到傷害這樣 這樣順便說明一下 我怕他們到後來不打這個字母啊 好啦 什麼事情不能告訴孫老師呢 因為他說太丟臉了 故事就這樣來 他呢因為好不容易在辦公的地方 找到了一個男朋友 他非常高興 這一生終於有所這個歸宿這樣 雖然呢都跟孫老師上課沒關係 他從我的課堂上沒學到什麼 就混到學分 這當然跟事實不太符合 好 為了辯造一下 不然你們說學姐就是你喔 講話這很尷尬 就認識了以後他們就去員工旅遊 員工旅遊他就精心策劃他的第一場出文 你們有誰精心策劃過第一場出文呢 他有 因為他雖然上課不怎麼樣 還是知道有些東西是很重要 怎麼策劃呢 他就決定帶那個男的到湖邊 Lake在湖邊 所以人家都去別地方玩 他帶那男的湖邊 然後呢他就決定要跟他出文這樣 帶了湖邊以後呢 兩個人看燈光美氣氛家 兩人就文了 有沒有哪集不知道 那時候這個話題不太興盛 這是從高國華以後大家才興盛的話題 所以沒有有沒有哪集沒有人問 我那時候也沒問 結果他問完以後他就覺得不對 那男的愣在那 怎麼不對 他說湖水沒有任何變化 湖水是應該有什麼變化嗎 什麼發光啊 你哈利波特嘛 湖水要有什麼變化 湖水要震動啊什麼之類 那地震好不好同學 他就覺得不對 然後說再穩一遍 然後調好說 好那五分鐘後 在整點的時候穩 再跟 好就整點說 那男的配合都很好啊 好就跟著配合 然後穩了一晚上 都沒發生任何事情 他就跟他的同學講這個故事 他覺得我說 他為什麼不敢跟我講啊 我早就告他不要相信這種事啊 他說對老師 他就怕你把這故事講出來 全世界人都知道 他相信這種事 上完我的課還相信這種事 最後是自己實踐的結果 他就真的不要相信這種事 你看上課有什麼用呢 還不如旁聽 旁聽我就不會笑你了 他認為會怎麼樣 不會怎麼樣 同學出文不會怎麼樣 小心不要撞斷牙齒 傷到鼻樑 眼鏡要脫下來 懂嗎 不要睜著眼睛 那樣看起來視力會模糊 記住老師不是 認為接吻需要學習的同學請舉手 認為接吻絕對不需要學習的請舉手 剛剛有一個同學舉手 絕對不需要學習請舉手 我認為要啦 因為我希望我當初第一次接吻的時候 我的出吻是有學習的 這樣就不會很糗的事情這樣 我只是這樣子 這是我的個人經驗 至於別人那種可以吻得很好的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練對著鏡子學習 我高中的時候有人告訴我 你就對著鏡子學啊 那就吻了一堆鏡子啊 對不對 那你反正閉著眼睛 吻鏡子這什麼意義呢 還有就更low的我就不要講了 這張歌有錄影不要講到那麼low去 要怎麼學習 我們那時候的人都決定要學習 因為不是那麼容易找到一個女生來那個 然後你要跟男生接吻這就太奇怪 沒有人我們那時候也沒到那個地步 所以就要拿自己的身體學習 我這樣講夠含蓄了 我就不要再講下去了 好 所以那個要研究愛情 很多人研究到現在為止 最常見的在學術界就是文學 中文系的老師 有時候會寫一些愛情的相關的文章 或做這方面的研究 那外文系的老師 會對西方的愛情故事做研究 我以前有一個部分教這個 主要的部分是在教愛情史的時候 藉重很多他們的研究 不過他們對事情的判斷 都跟我不太一樣 他們常常認為很偉大的愛情故事 在我來看是 人類退化的證明這樣 完全沒有用大腦的愛情故事 所以那時候呢 每個學生都覺得 老師什麼愛情故事 到底嘴裡都變成很糟糕這樣 我說對啊 這樣你的愛情才會很幸福啊 你要相信那些記載那些亂七八糟故事嗎 很多這種愛情故事 愛情故事裡面可以看你學到什麼教訓 我覺得比較重要的地方是很多人沒有學到教訓 看到的故事你不知道你想什麼 所以一所欲言說 這個故事的教訓是什麼講給你聽 但常常呢 有些人會看到這故事不同的教訓 那個有一個故事就講說恐戎讓離 這個故事教訓就是 晚輩要尊敬長輩 要把好吃的東西給長輩 讓給他哥哥 這是教訓 那有人從小被哥哥霸凌的人說 這個教訓就告訴你 你不給你哥哥吃 他就K你一頓 那你說這個在學校不能這樣教嘛 可是有些人的生活教訓就是這種東西啊 同一個故事 我們可以看出不同的 這故事給你的教訓 所以你們都不發言不幹嘛 我就不知道你們到底為什麼要怎麼 我到時候心一橫 對不起啊不加籤了 你們這個人 怎麼有人對我上課有興趣 我就不加籤了 心理學也是研究愛情 或者有時候他們很含蓄啊 覺得愛情講得太直白啊 就叫做親密關係 有的叫intimacy 有的叫intimate relation 有的叫close relation 我每次覺得close relation 就把關係關起來 close關起來 親密關係 好像林以正老師好像就叫親密關係 沒有人叫他好像傳不開愛情 所以林老師也是一個 他的課也是台大另外一個相關的課程 那這個心理分析啦 佛洛伊德就寫過有關愛情心理學 千萬不要去看那本書 不要說我沒警告你 千萬不要去看那本書 那本書騙你的 他根本就不是在講愛情 Trust me 他騙你 不要去看那本書 真的不要去看那本書 不要說老師你是用激將法嗎 叫我們不要去看 其實是希望我們去看 我真的不希望你看那本書 你萬一真的看了不要怪我 我都沒警告你 老師是不是用激將法 你到現在還不了解 你要多聽課 老師有的時候是激將法 有時候不是 完全不是 完全不是 老師數激而已 沒有激將法 我的講義到哪裡去 我就亂了 我自己都不知道該怎麼辦 到第三頁 對 然後就還有文化研究 也有人研究愛情 從愛情故事愛情電影 比較多人從這個角度 那很多人也是分析那愛情的手法 拍攝的手法或講故事手法 很少人對愛情的結局提出什麼 我以前在講愛情故事的時候 都會提出我的看法 我們的看法就是從任何故事 你都從他的人際關係開始 你如果從愛情 就從我們要上課的 你先分析這愛情怎麼開始的 所有故事的愛情是怎麼開始的 然後這個愛情怎麼維繫下去 這個愛情怎麼結束 你都可以順著這個時間 然後你可以再把它切開 換另外角度 這個愛情跟人際關係有什麼關係 他這個兩個男女主角以外 跟其他人是什麼樣的人際關係 跟他的家庭有沒有什麼影響 電影裡面有時候為了節省 常常爸媽不會出現 但爸媽不出現 其實爸媽才是最重要的人物 可是爸媽經常不出現 談戀愛的電影裡面出現爸媽 第一個大概要增加額外的費用 然後故事很容易岔開 等等的這種事物性的原因 我有一次被導演要求去演一個人的爸媽 要演大S的未來的岳父這樣 那那天後來還沒去演 我準備了好久 連訂裝照都拍了 後來那是最後一堂課 所以我就考慮我要不要請假去拍電影 後來講我請假去拍電影 我大概就乾脆當演藝人員好了 台大一定有學生屌我這樣 老師不好上課請假去拍電影 所以那部電影我就沒參與演出這樣 不過有被感謝到 如果你看愛的發聲練習 最後那個爸爸原來是我要演的 所以我會被感謝到就這樣 大S那個電影 大S跟那個叫什麼 東明相的電影 我連跟我那戲中的太太都拍好訂裝照這樣 可惜啊 老師要出名就少了這個機會 這一次連續劇呢 文化研究完了社會學 就我們現在教愛情社會 經濟學也有人教 也有人講愛情 我有一本書叫愛情經濟學 用愛情的例子來談經濟學 我常覺得最不浪漫的就是從愛情的例子來談經濟學 我覺得用經濟學來談人都是小鼻子小眼 都是算精打細算的人 我覺得那怎麼聽都非常不浪漫 不過這是我啦 那個還有另外一個人寫愛情法律學 後來我也找到這本 我也買到這本書 告訴你愛情過程裡面 你如果犯了什麼法 做了什麼事情會犯什麼法律的 現有的法律是有的 沒有一個專門的愛情法條 但是你觸碰了什麼法律 你可能犯什麼竊盜啊侵占啊 或強制性交啊 這些都是現行法律裡面要判刑的罪 那文化界更是 這愛情這題目好像大家都可以談 人人都可以談 所以有很多文化名人談愛情 有的人談自己的 有人談自己朋友的 那有的人談在哪裡念到的 所以愛情是一個不需要負責任的話題 那作家那就談更多了 有專門的愛情作家 我每次去演講 都會問到我的婚姻狀況這樣 我每次都說 我的婚姻狀況跟我講的 你覺得會有差嗎 大家都正正有時認為會 如果你沒結婚 那你講的就是隔靴搔養 哇 那我們有一個名作家沒結婚啊 他不是一天到晚在講愛情嗎 那不就是一天到晚在隔靴搔養嗎 照你的邏輯 可是他書賣得很好啊 有很多人受到他的書的感動啊 我覺得這有關嗎 我認為沒關啊 我個人認為 演講者或研究者的個人的經驗 尤其在我們很多人 學術研究是學術研究 生活是生活 是切割很開的 那沒有任何關係的 那有的人可以從自己的經驗 包括說你的追求經驗 可以得到更多的養分的 你沒有經驗 你有談戀愛的經驗 沒有結婚你有談戀愛 你沒有結婚 你也可能跟別人有過 其他形式的這種親密的關係 同居啦 像同居會跟人家講嗎 不會嗎 有人會說 老師我同居了這樣 有同學曾經問我說 老師同居有什麼不好 我說 那我們來講一下 第一個同居對自尊的問題 你同居會不會跟別人講 老師不會啊 那你結婚會不會跟人家講 會啊 老師我結婚了 你就覺得很高興對不對 老師我同居了 你知道嗎 那你自尊就 就根據那個某某日報的說法 蹦 勝出嘛對不對 這個結婚就勝出嘛 你知道嗎 你知道我的意思 還有音響配合的這樣 好 那你同居的時候 你能不能跟人家收錢啊 不能嘛 同居典禮 老師你要不要禮拜六來參加我的同居典禮 沒有這種話嘛對不對 那你結婚有沒有結婚典禮 有啊 那包紅包一定把老師炸到嘛 老師不去也得包個幾千塊啊 老師去了更要包多一點幾千塊啊 連師母都去那包兩份啊 不是嗎 那同居跟結婚怎麼樣 結婚 蹦勝出嘛 兩個勝出了嘛 對不對 你同居帶唯一的好處 我們簡單講 就是你不必在過年過節的時候 跑到對方親友家裡去 因為你跟他沒關係嘛 你不必說他過年的時候 啊這是我大伯母 那我二舅媽 那個我三儀仗什麼之類的 你就那親戚那樣勘托不完 你知道嗎 很可怕的 很可怕的啊 好所以這是同居啊 也這種形式 就研究者的身份 其實不一定對他的講法 會有太明確的影響 但是很多人相信這個 所以呢你要研究離婚的人 必須自己離過好多次 對不對 這樣才能講得精彩嘛 照他們的邏輯啊 那沒離過婚你怎麼研究離婚 哇照這個邏輯 那法律系很多人不能念 你殺過人嗎 沒 那能判刑案嗎 不能 你沒殺過人嗎 你不了解嗎你 能這麼說嗎 所以你就知道這個不一定是這樣 但很多人有這種奇怪幻想 那作家當然常常因為他們想像力豐富 或專注這樣的事情 所以作家雖然沒有經驗 他還可以幻想出來 從訪問也可以有同情的了解 也可以做到這一步 這不是人人能夠的 這不是人人能夠的 那漫畫家就也是了 漫畫你的主題除了那個外星人這種 光怪陸地的故事之外 另外一個重大的主題就是愛情故事啊 然後把那人畫的美美的比例 完全超乎常人 我不知道火星人會不會是那個比例 眼睛大到不行這樣 像上禮拜 那個叫什麼初音對不對 同學還寫了一封信給我 介紹初音是怎麼一回事 我非常認真的研究 我還在家裡聽 他介紹我聽到的音樂 我還真的聽了 那同學非常的困擾 我順便替他做一個廣告 他說他去聽初音的演唱會 沒有人要跟他去這樣 你如果要的話請跟我聯絡 然後我再轉告給他好不好 他非常痛苦這樣 我可以了解 同學我了解 我常常就是那種人你知道嗎 然後今天我因為買了新手機 然後我就叫人家 聽我的手機的代電達靈 結果就有人猜 我的手機代電達靈是初音的歌這樣 我還沒迷到那個地步 我只是因為同學寫了 我就趕快去了解 我這個人有這種極度的好奇心 然後我聽了幾首以後發現還可以 我可以接受 我可以接受 但是我不會喜歡 我可以接受 然後我看人的演唱會 天哪 那種投影的 然後一堆人風靡的 這真的是偉大 我希望哪一天我也是投影來上課 我就不必了 你們也不必了 大家都投影 懂嗎 然後你們就拿著螢光棒這樣 孫老師我愛你 其實我們在哪裡花天酒地這樣 然後這邊 然後人家一來看 都在上課呢 全投影的 這不錯 就比克隆人容易 好 那這個宗教人士也有 宗教人士我那天 輸入什麼愛情 就出現達賴喇喇論愛這樣 那達賴喇喇論愛 我不知道他論的是什麼愛 應該跟宗教比較有關 大概不會跟夫妻關係 有太大關係 不過也很難說 也很難說 在我很年輕的時候 羅馬教宗 羅馬教廷的教宗 發表了對離婚的看法 結果就有人很不爽他 就說 你不要那個你不參 不是球員不要亂訂遊戲規則 各位聽懂了嗎 你不是球員不要亂訂遊戲規則 你教宗又不能結婚 你管我們離婚什麼屁事 就不是球員不要亂訂遊戲規則 這麼高聲的話 你們聽不懂是吧 還是真的很無聊 好啦 廣播人也有啊 廣播人靠著聲音 跟各位傳達 因為在我們那時代 哇廣播人聲音都超級好聽啊 你都覺得他一定是個什麼樣的人這樣 然後你就對他寄予很多 跟他談心事啦 就像你們現在在網路上尋找朋友一樣啦 大家都根據不同的時代提供的環境 提供的這種管道去找個知音這樣 那這個管道現在比較多 現在又有人聽廣播了 真的相對以前而言很爽 我以前小時候連電視都還沒發明 有個同學說 蛤老師你清朝人嗎 你不了解這電視跟清朝很遠的 那愛情跟學術研究 什麼時候學術研究變正點化 這在連在美國 美國大概是最先把它正點化的 美國在1970年代還有美國的這個 民意代表 國家級的民意代表 認為愛情不能研究 一研究人類就沒有什麼有趣的事情 那就拒絕希望政府的研究單位 拒絕給予這樣的研究經費不住 覺得那都騙人的東西嗎 研究那幹什麼呢 愛情是人類保留的最後一道神秘的什麼東西這樣啊 這當然後來證明了這個 這個美國的這個民意代表是無知的這樣啊 美國到現在為止很多民意代表都無知 連美國總統候選人 你去注意一下他們的言論 你不能想像那是世界第一強國的 可能的總統候選人講出的話來 還有那副總統候選人說呢 強暴不會懷孕對不對 因為女人的身體有一個機制 不會對他不喜歡的人然後受孕這樣 他怎麼沒得諾貝爾獎呢 這麼偉大的發明 沒得諾貝爾獎真是瞎了眼啊 得得諾貝爾獎那就滅絕了 學術研究也有流變 那這幾年越來這個問題 越來越受重視 這忽然變成顯學 我有好多文章去年沒有的 今天你打開哇好多新的文章出現 像這樣 那台灣呢還是比較少人研究這個 那大學裡面呢幾乎都需要這種演講 我十月的時候我有N場演講 那今年呢因為我成立了 我們有這個新的社團 然後我呢要替這社團做一件T-shirt 我自己出錢 所以就到處接演講 不然的話到時候哪有錢呢 然後我是那種非常在乎設計的人 很多人就找一個學生隨便寫幾筆 就做了一個那種一般學生T-shirt 我不是我找了一個設計公司去設計的T-shirt 我只要限量十幾二十件 參加我社團的人才有 你們已經沒參加就沒有 參加我社團的人才有 然後是限量只有幾件 不到二十件 我花錢去找人設計 很多人都不花錢找人設計 我覺得你今天要做就把事情做好 認真的做一件事情 反正不要做嘛 所以呢你知道設計費多少錢 跟我開價一萬塊 我說那我看你設計怎麼樣 我把我理念先跟他講 所以還要再協調 光設計費一萬塊不講衣服的錢 不講衣服的錢 好那這是我個人的問題 另外呢當然學術研究跟通俗作品 這就是你們第一個作業啦 你態度是怎麼樣 你去做訪談 你是不是態度很嚴正 希望人家幫忙 還是你的態度很輕浮 還是你是怎麼樣 還是怎麼樣的態度 態度決定一切 這不僅是你做研究 做人也是一樣 你碰到一個什麼事情 你態度好一點 本來人家可能對你怎麼樣 都可能因為你的態度 而改變對你的看法 你們家一起做事也是一樣 就算不要做人家工作 你就是客氣氣的 講話比較有禮貌這樣子 真的會贏得尊重 你不一定贏得工作 但一定贏得尊重 現在你們這一代人最大的問題 就是覺得你們的態度太輕忽 尤其我們台灣大學學生 這不是我的興趣 不是你興趣又沒了解呢 我雖然興趣不在這方面 我很願意了解 希望你給我一個機會 這是一種態度 但是你要配合真正的表情 你不能這樣 這不是我有興趣的事情 但是我願意配合 誰告訴我 孫老師告訴我 要這樣講 這你就知道 這完全不協調的事情 方法 那你的方法是什麼 像各位我叫你去觀察 那有人去問人家 用訪談 這個也是不錯的 觀察在旁邊看 但是你有時候選擇角度 選擇時間 對不對 像有同學選擇吃飯時間 看到都是去吃飯 那我沒有說 你一定要看他幹嘛 你如果選擇晚上呢 半月12點以後 台大校園在哪個地方活動呢 你可不可以看出不一樣的地方 該關的地方都關了 比如說圖書館在哪裡 那大家在哪活動呢 醉月湖班呢 以前我年輕的時候 椰林大道的旁邊那個 那個杜鵑花蟲 是非常茂密的 非常茂密的 所以你走過的時候 常常聽到動作聲 跟兩隻 跟那個腳上下對著 然後走過去 有腳在那裡 就表示有人在裡面 我們以前很苦啊 沒有咖啡廳 沒有什麼都沒有 所以你真的 男女在這種 你知道我意思懂嗎 很慘啊 那時候立法委員我還記得 我那天大學的時候 天啊 那時候兩件事情 我記到今天 那時候黃文國老師就回來教書了 黃文國老師就在新聞裡面 報紙上的新聞有一塊說呢 我那次碰到他 他說對你還記得 我說老師我記得 黃文國老師說什麼呢 說談戀愛的人 都應該帶一個錄音機 你就可以發現戀愛的人 講話是沒有內容的 就是我所謂的喜憨期這樣 黃老師講過這句話 當時立法委員呢 因為看不慣我們那一代人 在街上親親我我 所以建議在公共場所成立接吻式 你們很多人都以為你們這代 你們這代人是被我們這代人看不起的 你說真的你沒有時間觀念 然後你們很多長輩都記憶裡面 我那麼好 就開始騙你們說 你們這人多怎麼樣多怎麼樣 我們那一代人才淫亂了 沒地方去了 那個耶林大道草都都是接吻的人啊 還在那邊打滾啊 大陸就要滾床單 我們叫滾杜鑑花 怎麼說呢 沒地方去啊 連咖啡廳都沒有啊 有啦有咖啡廳 那時候咖啡廳全部都是黑的 所以黑的呢 我也是因為不小心跟我的 我談戀愛都沒有機會 帶女朋友上咖啡廳 你看我的戀愛有多麼短暫 或者某種程度叫做單戀 這樣子比較正確的說法 還沒到厲害 我就被人家out這樣 然後呢 所以沒去過咖啡廳 後來呢跟學長不做 有一天說 哎呦我們到對面去喝咖啡 在現代演進的樓上 我還記得叫做木棉花咖啡廳 一上去 身手不見五指啊 身手不見五指 像進電影院一樣 咖啡廳怎麼是這樣 然後就坐下來 坐下來以後 那個waiter看我們兩個很奇怪 那時候不流行同性戀這種事情 我跟我學長兩人進去 喝咖啡嗎 然後怎麼這麼黑呢 這怎麼一回事 我說啊black咖啡 大概是黑咖啡的意思 我們就選一個門口 稍微亮的地方坐下來 然後那個我的學長就告訴我 不要喝冰咖啡 我說為什麼 冰咖啡都是人家沒喝完的 大概回衝的這樣 這是江湖謠言 我說那我喝熱咖啡好了 然後呢我們坐下來 咖啡也來了 然後waiter就不理我們了 啊你得要死啊 結果後來適應還是暗得要死 就聽到到處的動作聲 我還忍不住跟學長說 學長我們好像走錯地方了 我說也是 你咖啡喝完沒 喝完了我們走 就走了 好可怕 咖啡廳壞 後來我有機會談戀愛 我就到這種咖啡廳去 因為踩過點 懂嗎 是到那種地方 就這種地方 沒人教啊 你怎麼辦就靠嘗試錯誤啊 嘗試錯誤不要再同一個人就好啊 嘗試錯誤不要再同一個人 你看起來就很高竿啊 對 你好有經驗 對啊上次錯誤那個人 你走了啊 不知道你的歷史了這樣 那時代真的是過 接吻是到現在為止 也沒有人提出啊 但是現在 有一陣子電視就會出現什麼 捷運裡面的那種接吻的人 那這有什麼錯呢 捷運裡面規定 no kiss嗎 連radio都 kiss radio 你還要等什麼 不是嘛 到處給你這種訊息嘛 那你不 kiss 你是人嘛你 對不對 就四片嘴唇相接嘛 那你們認為不需要學習嗎 那很多人其實在那學習的啊 我現在每天帶著狗到中生健康散步 常常經過的人要在那邊 kiss啊 聲音還蠻大的 真的聲音 有的人不知道 他們太沉醉了 他們不會知道 所以啊就是講到方法 你光看了有時候會看錯 你有時候呢要適當的方法 那當然你假如有學過 你來自不同的學科 有些學科有些方法 用問卷法啦 用觀察法啦 訪談法啦 歷史研究都可以這樣 內容 譬如說做什麼 有的戀人做的事情 跟我們一般人是一樣的 沒有人在做這罪的時候 我看到一堆戀人 他們在等公車 你好像覺得戀人 就不應該等公車對不對 至少要手牽手等公車 如果那堆戀人 沒有手牽手等公車呢 你要不然叫他們在吵架 他們在一起吃飯 如果戀人各自走在自己的路上呢 回家路上呢 他們也會做跟我們一般人 一模一樣的事情 可是你在做這罪的時候 你就不會想到他們 要跟我們一模一樣 他們是跟我們不一樣的 就是看你的觀察的焦點啊 跟你關注的焦點啊 那資料來源是什麼 有的時候你是問 有的時候你是去 你自己知道 有的時候你是從別的地方 旁敲徹擊來的 那你的目標 你的聽眾 你學術研究是為了誰 這些期我告訴你 你們的所有作業都應該找一個 上網公佈的地方 不管是你的部落格 或者Facebook 你的集體作業 全部要放在上面讓人家看 我沒有要求點閱人數 我怕有些人到時候就請了親友來 我不做這個事 讓人家看你的作業做得好不好 不要只有老師一個人評斷 說得難聽一點 你不要以為騙過老師就騙過全世界 你要騙得起老師 也要騙得起全世界 作業替天下人負責 不要為我一個人負責 所以你們要修這門課有很多作業的 其他作業我不會把你放在網上 我也不會放 但是那個體力作業你要放在網上 還要交紙本 我不收電子郵件 要交紙本 所以等一下下課的時候 請你把那個報告擺在前面來 好 那接下來當然了 一個最主要的問題就是愛情是什麼 我雖然一開始就說 這是一個很難回答的問題 但是很難回答問題 有時候很簡單的問題 很簡單的答案 那簡單答案有時候經過複雜的追尋 那我是建議你尋找一下答案的方向 所以我會建議第一個 你可以從參考書籍求答案 你在問老師之前 你可以自己先做一點功課 或在回答任何人問題之前 有人問你你修愛情社會學 老師認為愛情是什麼 你可以問我 你可以上網去查什麼 百科全書啦 字典啦 我們都會都算是這個 另外通俗答案 通俗作家的書 很多通俗作家 有時候有一兩句很經典的話 像這個號稱是托爾斯泰 後來聽說是張小妍說的話 世界上最遙遠的距離 就是你在我身邊 我在你身邊你卻不知道我愛你 這句話我覺得寫得非常美啊 托爾斯泰沒講 那真的是托爾斯泰的損失啊 張小妍講誰講都是好 這句話講非常非常的好 好那這也是代表 為什麼你在他身邊他會不知道你愛他呢 你是沒嘴巴你是怎樣 蛤 你這人犯賤嘛 蛤 所以從另外一邊來看 你看嘛你就等著默默的站在旁邊 等著他這樣子垂臉你這樣 唉呦您愛我啊 老佛爺跟小李是嗎 你這什麼清空戲看太多了 各位不要穿越到清朝去 懂嗎要穿越往未來穿越 不要回到過去 回到過去你不會成長的 要穿越往那個哆啦A夢的時代 穿去好吧 不要呢 好國內有通俗作家 國外當然有通俗作家 所以這個到處都有 你可以這也是一個方法 因為通俗作家有他的長處 有他的長處 學術界有些是看不起他們 我是覺得沒有必要 愛情這個問題 兼容並包 我們可以學到更多 好那專業書籍求答案 真的比較辛苦啊 你看很多學術研究的結果 像我今天早上出門前看了兩篇文章 結論都 我都不知道怎麼做結論這樣 那兩篇文章真的是 寫了 我得不到結論 我以為下個禮拜的講義會增加點東西 沒用 我看兩篇文章沒得到東西 像這個就是很辛苦 常常努力沒有結果 這跟愛情一樣 念書呢 有時候一般來講 會一分耕耘一分收穫 尤其在你們這個階段 談戀愛呢 常常你耕耘別人收穫 替別人養女朋友 在我那時代說法下 我幹嘛現在替別人養女朋友呢 你到時候買好東西給他 他說對不起我覺得我們兩個不適合 在六個月之後 為什麼我們兩個不適合 那六個月算什麼 六個月我也不知道 我就覺得不適合 然後他一哭 我走我走我走 你就走了這樣 女孩子一哭很多男人是完全沒有辦法 我是有辦法 你一哭我就看著 第一個那個量杯給你啊 你可不可以哭完一公升 我收集一下看會發生什麼奇怪的事情 好 個人經驗也可以求答案 很多人問你愛情是什麼 有時候他不是要求答案 他想告訴你個故事 說老師你給我評評你 我過去這六個月這算什麼玩意兒 如果這是愛情 那我怎麼會有今天地步 如果這不是愛情 那你告訴我什麼是愛情 我可以不要再重蹈 這六個月的錯誤 所以同樣是問愛情 有時候有些人就是 你都看得出來 他是有傷痕在那裡 有傷痕的人 需要花比較多的時間 這跟一張白紙是不一樣的 好那接下來 所以呢從反省這些情史中求智慧 很多人求的不是智慧 你如果沒有一個反省的基準 或者你沒有一個反省好的目標 你最後反省的結果 就是一堆的恨跟不解 那不叫反省 因為你沒有找到那個根源 很多人被分手了 然後說喔 人家分了我 我被什麼打槍了這樣 然後看自己傷口 不知道為什麼自己會被打槍 人家為什麼槍殺你呢 不知道 那你不好奇不問嗎 幾年前有一個女同學 我的幾年前其實有時候 該翻譯成幾十年 十幾年前 OK 因為老師現在時間很長 他說老師我失戀半年了 我最近終於好一點了 可以來看你 我說你不好也可以來看我 你不好來看我 我可能會讓你好得快一點 他愣在那裡 他說老師可是我現在好了 我就亂講 他愣在那裡 覺得老師先知你知道嗎 你怎麼知道我沒好 你好了還會來看我嗎 這簡單的要是 什麼人畢業以後會來看老師 懂嗎 雖然老師一日為師 終身服務證你應該知道 老師你真料事如神 我說還可以料 你的電話簿裡 那個聯絡員裡面 還有他的名字跟電的通訊 老師你怎麼知道 我說你只要把他名字擺在那一天 你就沒有好 老師我現在刪掉他嗎 我說且慢 你先告訴我 你們兩個為什麼分手 他說老師不是我跟他分手 是他跟我分手 我說好 那他說什麼理由 他說我沒問 我說你不好奇嗎 你不好奇嗎 昨天太陽一舊升起 今天太陽升起了 怎麼就沒你了呢 你不好奇嗎 你只好問太陽公公 對不對 太陽公公 你為什麼今天沒升起呢 好歹問一下 太陽當然不會理你了 他理你那就大難了 連太陽都會回話 我看你應該去松德院去看醫生這樣 他老師我想問 我想問你問了沒啊 沒有 我說好那你現在打電話給他 我去上廁所 你打電話給他 他住在研究室 我去上廁所 我故意上得很久 順便繞一下 因為我想這個電話可能需要很長 不是老師便秘懂嗎 老師你那麼晚才回來 不是老師有生意的 回來以後說怎樣 老師他沒接 我說是不是換手機了 他換了手機 你沒換 你連電話都沒刪掉 那你怎麼戀愛 你的戀愛怎麼過去 我說他的過去了 你沒有啊 他老師非常神秘 我打了這通電話以後 我忽然覺得身心舒暢 然後現在你刪掉沒 然後我刪了 從那天開始我沒再見的辦法 這才真正過去了 有時候當然比較dramatic一點了 我只要讓你知道 有時候很明顯的東西 你都在窒息欺人 哪有過去嘛 然後最常見的幾個問題之一 就是老師我怎麼樣可以失戀不難過 我說失戀就是要難過 你幹嘛不難過呢 你又不是那個拋棄人的人 拋棄人通常難過度非常低的 他就在你面前說對不起 我覺得我必要再見到你 就不敢看你啊 對不起你啊 那你說喔 這樣子啊 我也有同樣想法 Yeah High Five 那兩人就很快樂地分手 然後或者很快樂去吃個晚餐看電影 然後分手這樣 我就希望你們的分手有那麼好的結果 我一直覺得 那個在一起需要一個典禮 需要一個儀式 分手也需要 我希望你在 在一起的時候 就想好分手的儀式這樣 那真的有可能 真的有可能 好 這個是過去反省 那從別人的經驗 你們的好朋友啦 有的時候不是你的問題 你可能在這個時候 還會碰到人生的重要的問題 但你的朋友先碰到 你碰到 你碰到以後怎麼辦呢 你的室友晚上睡不著覺 然後不去上課 躲在這個屋裡面 然後很憂鬱 你總好問一下吧 不要你回來的時候發現警察 還有一條黃色的布條 那是塑膠袋 怎麼會這樣 對不對 你總要問一下吧 人跟人的基本關心 那同學也是啊 有些人 你如果失戀了 你當然最好 如果自己沒辦法處理 到學生輔導中心去 你當好朋友 也有好朋友的極限 有的是你做不到的 不要亂在那邊加油添醋 很多人呢 覺得這樣才是好朋友 我跟你講 我早就知道他不是個好東西 那為什麼不早告訴我 你不是早罵癌嗎 人家那個到時候複合了 然後那個說 人家孫中心說你不是好東西耶 你不覺得李懷不是人嗎 所以各位真的要做好朋友 你只能提供他 這樣他不要在夏天 不要脫水多喝水 然後不要摔傷不要怎麼樣 然後聽他講話 不要做任何comment OK 如果什麼東西你真的不知道 說同學他為什麼要離開我 你的答案就是不知道耶 你真的不知道嗎 當然有些人很雞婆 那我去幫你問孫老師 不更好的方法 我們現在去找孫老師 就這樣就有人來找我 我希望你還有別的管道 別的管道 所以作為一個朋友先告訴你 有些事情我們做不到的時候 不要太搶自己所難 搶人所難都很難看 何況搶自己所難 你明明做不到不要做 不要認為你休了一堂課了 你就可以知道什麼 你就可以告訴人家什麼 不要做這個事情 有些事情很嚴重 有些事情很嚴重 你的一句話 在某些關鍵點上 你會對人造成很不妥當的影響 我們當老師有時候都要很謹慎 所以希望你能夠了解一下 有些專業服務 專業協助 你去找專業協助 帶他去陪著他 然後這個大概是可以做得到 以前我是誇獎海口 現在大概比較難做到 以前年輕了 我就說如果你真的失戀找不到人 你可以打電話給我這樣 交出那麼多年 有兩個人在很奇怪的時間打電話給我 我就真的一約到現場 還好都不遠 那時候我住在學校附近 那時候我家裡也沒什麼事 所以我很多時間 有一天晚上八點半 我接到一個電話 一個男同學 找我的全部都是男同學 這種危難電話 最後一通電話 或者倒數第二通電話都打給我的 他們就有一個男同學 從八點半聊到十一點半 校園好像逛了一圈還兩圈 反正我也不知道 他就跟我講 是那種minute by minute的故事 你知道嗎 禮拜三早上八點鐘我去找他 然後後來呢我們就去幹什麼 然後吃早餐兩顆荷包蛋 怎麼就開始這樣講 你知道嗎 講得好細好細好細 然後我就在旁邊聽著啊 我就在旁邊聽著啊 有時候經過了 要不要喝喝水啊 要不要坐下來啊 要不要怎麼樣啊 後來一直到 他保證他不會去自殺啊這樣 我才離開他這樣 到十一點半還十二點半 那另外一個更誇張 另外一個根本就跟我無關 他同學說 我們可以去找孫老師 然後就三個人約在研究室 然後那天是六點半 然後我就先問說 你們有沒有吃晚飯 他說 兩個同學說他們吃了 那個同學說不餓 那我就 我說我買麵包來 我帶著 我就帶著麵包帶著水來 他真的不餓 從六點半講到大概九點半 現在還十點半 講了很久 講到那旁邊兩個人都睡著了 因為那兩個人已經聽過了 你知道嗎 已經聽過了 所以他們已經聽過一遍 不知道怎麼辦 然後跟聽孫老師說 不要跟人家亂建議 他們就說那就找來找孫老師 不過那學生不錯 後來講完了 我說你不覺得 這是你的錯嗎 我聽你的故事 我覺得你的錯啊 他說老師那現在怎麼辦 我說人家離開你了啊 你就以後不要這樣做就好了啊 這學生剛開始很不爽 覺得我給什麼爛七八糟 後來好像有一天 我就收到一盒蘋果 他送了 感謝我 花了時間 讓他了解到 那個事情是他的錯 另外一個 還有一個神秘的故事 女的 有一天我就在戲裡面啊 打開Email 說老師你在不在研究室 半個鐘頭之內 會不會在研究室 我不知道他是誰啊 我現在失戀了 我現在非常需要找人談 那我想天啊 我還拒絕他 我還先問他是誰 那我不是太那個了嗎 萬一他死了之後 他送一封信寫給我 然後回信寫 那你是誰啊 這上YouTube這像話嗎 對不對 我就自己忽然間跑得很快 你知道嗎 那畫面先跑到那個兩天後 然後就跑到兩天前 這樣啊 我說好好好你趕快來啊 剛好真的沒事 我就有時候人有緣分 我有事我也沒辦法 對不對 剛好沒事 沒事他就來了 講兩小時講完 跟我說老師 我男朋友為什麼要離開我 我說不是你男朋友離開 是你前男友離開你 你先證明 我說你唸三遍 我前男友 他就真的唸三遍 好傻 我只隨便講一講 唸一遍就可以了嗎 我男朋友為什麼離開我 我男朋友為什麼離開我 我男朋友 你知道前男友啊 前男友啊 前男友為什麼離開我 我說我不知道 但是我聽你的故事 我聽得非常認真啊 他在六個地方說他不喜歡你 兩個小時之後 我住到六個地方 就像那個什麼 那樣放mark你知道嗎 六個地方他都不喜歡 老師 可是他為什麼不喜歡我 我說不知道 你剛剛跟我講的時候 我沒講到 我非常注意聽他的故事 我連那個他都把它排好 重新順序排好這樣 他故事都淋淋亂亂的 兩天前兩天後 我們就有這個長才 變成一個timeline你知道嗎 先做一個時間表 你就知道哪裡是哪裡這樣 我說我不知道 但是我聽到的是這樣 最後他終於恍然到 我說他不喜歡你 我說老師為什麼 我說我不知道 但他不喜歡你 你能接受這事實嗎 他為什麼不喜歡我 我說不知道 一直卡在這裡你知道嗎 很可怕 後來 看他心情已經平衡 他哭了 中間一定哭了 我以前的這個面子 加油站送的面子 所以他哭哭完 就跟我說 我就問他 我說同學你修我什麼課 他老說我沒修過你的課 你沒修我的課 你怎麼知道來找我 他說因為我有一個同學說你人很好 所以同學如果有一天告別 我死了有告別式的話 如果有 你發現有一個女的哭得很傷心 你就知道那是學姐懂嗎 你一定要來 我真的有告別式 你一定要來看 很熱鬧的 有對奇奇怪怪的人來 你就在旁邊問他說 請問你跟孫老師什麼關係 我就是那個 兩個小時那個女的這樣 不是他學生那個女的嗎 有很多很奇怪的故事 學姐那你呢 我就是在那個湖邊接吻 然後沒有發生任何 天遙地洞的事情那個女的這樣 哎呀 有趣啊 我跟你講我這個人生光 教這門課就碰到很多有趣的人 那什麼樣的故事呢 你的重要關係人 在你生命中他講話你會聽 他做的事情你會很在乎的重要關係人 這重要關係人 通常在小時候是你的爸媽 到了學校呢 你進的學校通常是你的小學老師 然後國中了以後呢 大概就是你的朋友 到了大學呢可能就是網路 總而言之我們大學老師 都不在你們的重要關係人之內 所以那些學生很願意來找我談 我也有時間的時候我都非常樂意 我都非常非常非常樂意 再累我都跟你談 因為我覺得在台灣 學生願意找老師這件事情 其實是給老師很高的榮譽 我個人認為這比學校給我的任何榮譽都要高 你願意找我耶 你願意給我機會耶 很多學生都覺得老師你很忙 我不要耽誤你時間 同學我們的生命就是要來被你們糟蹋的 我們生命就是要來被你們糟蹋的 這樣你才能學到東西啊 我們師生才真的擲乾淨啊 不然我們師生就是一場買賣嘛 我跟你講歡迎光臨的時候我也沒那個心嘛 你覺得我們師生該講 我們教的是一個擲乾淨的學位 然後我跟你還是來這一套 所以你現在知道為什麼 我不能收太多學生嗎 我以前是希望每一個學生我都能夠深刻的認識 我會跟你去吃飯 然後我會希望我了解你的情況 以前我希望 後來發現越來越難 所以你只要來找我 我從來沒有拒絕的 我只能最後我只能說 你找我的學生 我從來沒有拒絕過你 我只能到最後只有這樣 這我就沒辦法說你不找我 我還會找你不可能 所以我希望你了解 如果有什麼地方 你需要我幫你忙 或者想聊聊天 找來聊聊天 你可以試試看 你不一定跟我聊得來 你不一定跟我聊得來 聊不來我們就算了 那萬一聊得來的話 人生的情分非常的特別 我喜歡交換生的一個原因 是有一個交換生從大陸來的 西北大學來的那個男生 我跟他聊得非常好 他到美國後來鼓勵他出國念書 他回到大陸以後 又到美國去交換 然後在美國就念書下來 然後那時候他的介紹信書 我幫他寫 我沒有國界的概念 我不會認為你是什麼人 我就不喜歡你 或我就喜歡你 我沒有 你只要來找我 我都會盡我的能力 然後以前另外一個 山東大學的女生 真的介紹我好多的 什麼大陸的什麼電影 來跟我談這些事情 我覺得好舒服這樣 就是我跟他的關係 我覺得非常非常舒服 不是私生而已 大家真誠的願意 跟對方交朋友 就這樣 那我才認識山東大學 怎麼一回事這樣 我不太知道那邊的狀況 他很誠懇的告訴我這樣 所以就很可惜 後來回去就沒聯絡了 所以我一直希望你們在大學裡面 找都要 好歹要跟幾個 跟自己個性差不多的老師 要有一點關係 才能學到比較多 上課我們能夠教你的 真的非常有限 非常有限 希望大家能夠好好利用 這個學校的資源 好 那接下來的是概化他人 這概化他人社會 另外一個概念 重要的關係人通常都是 你生命中那個 概化他人是講不出名字的 常常是社會規範的 一種隱藏性的說 哎呦不要做這件事情 人家被抓到怎麼辦 或人家會笑 別人都怎麼樣 那個別人都不是具體的別人 像有的人像我就是那種 對橫越馬路在不 燈號不恰當叫橫越馬路 我有很強的那種內疚感 所以常常在那個 現代眼鏡那邊那個馬路 有時候不是很短嗎 你衝過去就好了嗎 對不對 我就不會衝過去 然後就看著沒車 人家都過去我就站在那裡 等到那綠燈我才會過去 怎麼看我都像是亞斯伯格的人 非常非常固執的 但是沒車啊 你幹嘛站在這 我說可是他萬一撞到我 那就是我的錯啊 我這個人適合在美國活啊 美國人就這麼守規矩 大部分美國人就是那麼守規矩 我覺得大家守規矩 不是省很多麻煩嗎 看到很多同學騎腳踏車 來這邊上課停腳踏車 然後車被拖掉 昨天有個同學說 又沒地方停又把我拖掉 就很生氣這樣 然後我就看著好難過 我後來決定怎麼樣 我原來騎腳踏車啊 我也是一樣上課沒地方停啊 我也一樣亂停啊 後來我覺得這樣不好啊 我就決定走路啊 我不騎腳踏車了 從此以後新地 天地非常寬廣這樣 我就不用擔心 我腳踏車亂停 被拖掉的問題啊 對我又不好 對學校也不好 對不對 所以我才會在另外一堂課 希望他們發明解決腳踏車的辦法 我覺得有啊 現在沒有任何辦法 就多設那個停車格 是沒有用的 沒有用的 有別的更有效的方法 這麼聰明的人 台灣最聰明的人都在這個學校 結果竟然想不出一個辦法 你就知道這地方基本上是沒救的 最聰明的人在一起都想不出辦法 你說這地方還有什麼救呢 這是我的簡單的 最聰明的人在這地方就有最聰明的辦法才對 問題出來我們也馬上有辦法解決 這才是表示這地方的人 有辦法解決身邊的問題 而不是只會考試啊 我們防止不了的問題 校長都說了 亂停腳踏車 坐壁 翹課 抄襲作業 隨便翹課 還有抄襲作業 對不對 參考團體啦 有的時候你會因為你喜歡的這偶像團體 他們的戀愛觀有時候會影響到你 或者有些故事會影響到你 你覺得該跟他們學習 那有些人希望從長輩聽到故事 但有些長輩不太願意跟你們講故事 這很奇怪 我有一個認識的人 她的女兒最近很大了 大學畢業 有一天碰到我說 叔叔你可以不跟我講我爸媽的故事 愛情故事 我說你爸媽的故事 也沒什麼見不得人的 我說你回去問他們 那他們都不願意講 我說你問你爸 我說我問我爸 我爸說你問你媽 然後問他媽媽 他說你問你爸 這不就出不去了嗎 最後有人告訴他你去問孫叔叔 他知道 就那人來問我 我說好你要問我可以 你要備好後禮 什麼是後禮 蛋糕嗎 就簡單 我講的比較古文言一點 結果他就買了Henry & Carey 送給我這樣 不錯吃 我還說 我後來還吃完了 還跑去那家店看一下 在這兒 好像搬家了 結果我就跟他講他爸媽的愛情故事 我說沒什麼 我不知道你爸媽為什麼不講 沒什麼見不得人的地方 都非常光明正大 我說奇怪你們為什麼不跟小孩講這個愛情故事呢 我沒小孩所以沒得講 這只好跟你們講 可是現在要錄影 很多人可能對號入座 這就麻煩 所以我要宣稱很多故事都是 戲劇化結果誇大 好那我們接下來回到這愛 中文呢古代不太用愛這個字 因為說文傑這說愛是行貌走路的樣子 就是這個字 所以是行貌就是這個這個 那我原來很大部分 愛跟走路有什麼關係呢 所以我上禮拜有沒有講 我就碰到一個德國學者 在1997年 97年的時候我去德國訪問 我就問一個他們那邊也是很罕見的 學愛情社會學的人 我說是什麼意思 他說在西方 愛情中古的時候是走在一起的意思 兩個人牽著手走在一起 剛剛那同學不是有這作業嗎 對啊這我們一般認為 這就是愛的樣子 或者是愛的幸福的樣子 有一年我不是我有沒有講過這個 有一年我就要同學寫出幸福的圖像 你認爲什麼樣的圖像代表幸福 大部分的同學講的是大 老伴兒明天吃素那個大毛黑瓜的那個圖像 這不就走在一起的樣子嗎 所以走在一起的樣子 不是說兩個人列隊走在一起 是因為他們願意肩命的肩走完人生 這就是我後來為什麼要給你的建議是 平等對待共同奮鬥 就是愛的最原始的意思走在一起 行貌 你看行旁邊是個痴 另一邊是個淤 就是兩個人互相搭配 左腳右腳左腳右腳這樣 那當然又喜愛的意思 愛好的意思 這是很後來的 又尊稱別人的女兒 這是那個 然後又會的意思 就我這邊寫的無心 是因為打不出那個字 在說文解字裡面無在上面心在下面 你說這愛怎麼會無心呢 不是你現在這種想法 這聽起來像佛家的想法 但在原來的意思 大概只有這個部分不太一樣之外 其實是一樣的 這個愛這個字 所以這是一個心臟的畫的那個 雖然畫起來看起來像另外一個東西 你都知道我也知道 但是它是這樣畫的 我還特別手機照下來 不是說我這個人Dirty Mind是畫出Dirty東西 不是不是真的就是這樣畫 你去找說文解字你就知道 很尷尬了 好 那也有情也有性 還有Love Love在希臘人的Permanides說法 是必須由必須女神 God of Necessity所創造的 這都是希臘人吃飽 沒事在那邊講故事的 希臘神話基本上就是希臘人吃飽 沒事講故事 那很多故事呢 因為你不能批評時政 所以呢你就把這故事 當成神的故事來講 這我的解釋 所以什麼宙斯啦 會什麼到民間去強暴婦女啦 怎麼把歐羅巴怎麼啦 變成一隻天鵝什麼的 那其實都在講那個當政者 為非作歹 那是不人道的事情 然後不好講 就知道他講 他那是歐羅巴 所以後來歐洲叫歐羅巴 然後就利達與天鵝什麼之類 你就講這故事聽起來 你說我沒有啊 我在講講講童話呀 神話呀 其實你在批評政治 如果你從這個觀點來看 你就知道希臘神明 為什麼都那麼的不高尚 台灣有些神明不太高尚 什麼叫不太高尚 我們年輕的時候說 不能帶女朋友去指南宮啊 指南宮拜誰 呂洞斌啊 那為什麼不能拜指南宮呢 因為呂洞斌是美男子啊 他看到漂亮的女兒 女孩子 他就會橫刀奪愛啊 我想 這些人還敢去指南宮 這污衊 污衊了呂洞斌嗎 開什麼玩笑 你這樣一講 你去拜指南宮 拜呂洞斌 呂洞斌不拿刀砍你喔 我從來不相信這個神話 那當然也沒有女朋友 可以帶到呂洞斌那去 從來沒有過 所以像這個時候 我都覺得很奇怪的 這種大部分台灣的神 都是非常非常沒有七情六欲的 都是保護人民的 沒有想到什麼 那台灣人民有很可愛的地方 土地公各位知道嗎 在嘉義有個地方呢 新聞的上面 老師有時候沒事 人們在家裡看新聞 尤其中午的新聞 播完以後 就不會再播了 我都懷疑那是製造出來的 所以嘉義有個土地公呢 說有一天託夢給廟公 管廟的人 說他需要一個土地婆 Why 那當然這個民俗不會認為壞 他需要他們就幫他印證一個土地婆 然後呢就弄了很多照片 給他 看他需要哪一個總樣子的土地婆 有那種古代式的 是吧 包個那邊白白的 這邊有一塊布 然後這邊有一個什麼珠寶的那種 那種老樣子的土地婆 還有年輕的辣妹土地婆 結果好像拔杯嘛 好像拔出來的 他就喜歡那個老樣子的土地婆 所以好像皆大歡喜 我愛他喜歡辣妹土地婆 同學這就不知道要做 這需要比較多的想像力這樣 還好我們的土地公先生 品味是比較傳統的 他為什麼需要土地婆呢 還有那廟裡拜拜 這是我想不透的事情 神吃東西幹什麼 神吃東西以後拉到哪裡去了 我覺得已經是神了 就應該拋棄我們那種七情六欲 吃喝拉扎睡這種東西嘛 我一直想不透 神為什麼要住在哪裡 這都是人的想像 我覺得神不需要這些東西 而且那些神都是清朝的神 他們都沒有民主革命嘛 沒有法國大革命在上面發生 然後是投票選出來的 所以我家死了以後到月老裡面去競爭一下 我說欸 該革命一下 你們姓孫就講這個字 革命 姓孫的沒辦法 好 恩培多克利斯的說法 說愛跟爭啊是宇宙兩大動力 前則組合後則組分 然後有阿弗洛代這支愛神為愛的代表 這都是跟講夢話一樣 聽聽就好 然後另外呢 有一個法國人研究這個西方地上愛 他就有五個定義 這可以 第一個就宇宙創生的原則 宗教認為上帝的本質就是愛 所以神愛世人 佛陀希望大家普愛眾生 都是一樣的概念 一樣的概念 當然了神愛世人這一點 跟某些教義是不太一樣 因為有些人認為你要信 才會得永生 你不信就不會得永生 這跟神愛世人的這種普遍的講法 略有衝突這樣 不過信徒相信跟我們相信不一樣 所以很多信徒說那你就愛 你來信我們就好了嗎 你就可以得永生了嗎 那我不信我覺得不得永生啊 你們信的人有時候是為了得永生 還是因為你愛上帝啊 所以就會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第二位是友情 友情就對師父的依附跟渴望 你總希望有一個人可以談談心 有個人有時候可以肩膀可以靠一下 這都是友情 那情感的吸引力呢 是有那種類似著模了 你忽然間這樣什麼查不思犯不想 在別人來看你這個人就是瘋了 你犯傻了叫做 你怎麼會這樣呢 談戀愛的人有的就進入這種trance的狀態 你就不知道怎麼樣 那有的人不了解會說 哎呀你是不是被嚇了鼓啦 你是不是被人家這麼迷了 怎麼會這樣 這個談戀愛你就知道 那個人的優點你完全看到 別人看不到 那個人的缺點你完全看不到 別人完全看到 那講都沒有用的 那哪一天你自己關係破裂 你才會想我當時真傻呀 這就是成長 有時候在那個當下你怎麼講都沒用 有很多父母親對於自己小孩談戀愛這件事情 痛苦萬分這樣 他為什麼會找那樣的人呢 我們家是怎樣 他不想想看門不當戶不對 我說對呀 你應該叫你女兒跟你對門的那個人來往 那門當又戶對的這樣 我就故意求他 很多朋友呢馬上會被我點醒 有些人就說那你認識嗎 你就幫我提個親 這樣他就不會跟現在這個人來往 有的人就繼續玩下去 我就很痛苦 熱情的折磨 有些passion passion 就是這種熱情在宗教裡面passion 還是受難的意思 耶穌受難時就是passion 所以熱情的人必定受難 那受的難呢有來自於你的熱情 有來自於別人的不諒解 有的來自於你喜歡人的不喜歡你 沒有辦法回報你的感情 這個就是passion 所以有的人非常非常的熱情 你在哪裡的時候送你幾朵玫瑰花 你在哪裡的時候打出字幕說愛你這樣 然後請你去看電影 全電影院的都會包藏 然後說他愛你這樣 或者在蛋糕裡面擺上戒指 然後你就把蛋糕吃了 然後說戒指呢 然後去照X光 然後開刀拿出來 這就太誇張 好像上次有個類似的故事 在美國 有一個那個女孩子 比較胖的女孩子 她就真的是把戒指吃進去 然後真的開刀才拿出來 然後非常快樂的結婚了這樣 躺在病床上 然後跟醫生跟他照一張照 然後還有那個X光的那個戒指在 那個腸子裡面的照片 戒指雖然在腸子裡面 還是一副好戒指 真的是鑽石橫流遠 一顆永流傳 在哪都流傳 第五個當然 愛跟性的關係就很複雜 有的愛會包含性 有的性不會包含愛 或者怎麼樣 有的認為愛就是性 性就是愛 這個我們到時候會討論 有很多不同的立場 那很多同學的困擾 或者其實你沒困擾你已經做了 就是要不要有婚前性行為的問題 我曾經被邀請去一個天主教團體演講 雖然人不多 我們就做座談 我在外面的演講都一樣 都是由他們問問題 我來回答的 就像你們這個箱子這樣 今天有沒有新問題 沒有 我希望你們能夠擺問題 然後這個 就那個邀請我的人就跟我說 陳老師我們是天主教團體 我們不講墮胎的 我們也不講婚前性行為的 希望你能夠了解我們的立場 我說我了解啊 所以呢如果人家問的話 我是不是就跳過去啊 你要我怎麼樣嗎 我知道你們的立場 我博學都問我當然知道 開什麼玩笑 結果有人問啊 我說但這邊的立場是不主張墮胎的 不主張婚前性行為的 我說那這就是你們的立場 我不能講 如果你還想知道 我演講完你跟我到外面去 離開人家的場子我講給你聽 對不對 人家邀請我嘛 然後也跟我講了 他們不希望我講 那我就遵守這個約定了 我就真的沒有在那邊講 很多人很好奇 那家長也非常好奇 我也曾經跟台大家長團體講過一次 他們都說那該怎麼辦 我說你有沒有覺得問錯問題 很多人認為婚前該不該有信心了 我覺得問題是你會不會 有一個好的性行為 性行為 性行為需不需要學習 跟我剛剛講結尾一樣 結尾還是很含蓄的可以談的 性行為要不要學習 我個人認為需要 那我們現在沒有學習的結果 就是男生看A片 然後女生大部分人猛然不知 也有少數女生看A片 但A片是好的教材嗎 不是 那有好的教材嗎 應該有 你不知道我也不知道 應該有對不對 但是你不知道我也不知道 那怎麼辦 後來我就很認真的碰到這個問題 我就去書店看 如果你真的要 我不是特別介紹某一本書 我只告訴你正宗教材有 通常在書店裡面是玻璃子包起來18禁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你會不會 你會不會呢 這個這種課本又有一個好處 大家所有人看都會看得懂 沒有那種完全看不懂的困擾 所以你去買來看你看得懂 然後你自己探索一下自己的身體 這樣有機會呢 你跟你喜歡的人 然後把這本書給他看 你們兩個on the same page ok懂這意思嗎 你懂他也懂的嗎 那你們這樣要做什麼 你自己就知道了 他有教你怎麼樣尊重 怎麼樣避免疾病什麼什麼的 有本書叫《心性愛聖經》 是從外國從美國英文翻過來的 那個暢銷美國十幾二十年以上 我有一個舊版的這樣 他有些圖片 但他基本上是以這個性教育為主 不是要引起你的性欲望 所以各位如果對這個有興趣 現在真的是有可以教可以學的 你們的管道比較多 希望大家不要從A片來學習 A片不是學習的管道 所以我覺得你會做總比你不會做好 這不是什麼時候做的問題 我覺得你會做以後 你就會決定什麼時候你要做 如果你有宗教信仰 你當然會覺得該在某個時間來做 那我們幻想了 如果都可以做也沒有社會經濟 新婚之夜的晚上 新郎跟新娘坐在床上床邊 然後說我們要那個了 喔那個啊 那現在叫什麼黑熊黑熊嗎還是炒飯 你們這個常常有名字 有會做炒飯 還有大陸什麼滾床單這樣 那我們要做 好那怎麼開始 不知道 那我們看A片好 你大學畢業會大A片 你應該會 你以為我不會 那你應該會 我跟誰會啊 那我沒練過 這不是天生會的嗎 登一關就會了嗎 難道要找隔壁王伯伯來來教你嗎 你了解嗎 你了解我講的那個困擾嗎 當都可以做的時候 你不會的時候不是也很尷尬嗎 不是說你會做你就一定會做啊 很多人會學會拿菜刀 有幾個人拿去殺人啊 刀可以殺人可以切菜啊 那個分寸在你心裡啊 所以你在這個階段 我覺得你應該好好的去了解一下這個事情 然後再決定什麼時候要做 做的時候要怎麼樣尊重別人 別人怎麼尊重 你學了以後你才會做嘛 你那新婚之夜晚上你就要感謝孫老師 在很早以前就告訴我要自己學習 我終於學好 謝謝孫老師 不管我在什麼地方我會說啊 按個讚 我就對不對 眼睛一閉你就出現一個大拇指出現 那就孫老師按個讚呢 不管我在哪裡 所以是性行為 婚前要不要有性行為的問題嗎 不是嘛 是性行為要不要學 要不要教的問題 如果要 我就說家裡面除了皇帝之外 該背的另外一本書就是這種書 這種書爸媽也不適合跟你講 弟弟啊妹妹啊來啊我們來談一下性行 這尷尬到不行嗎 這種書你就放在那全家人 隨時要看就拿去看 這也不必討論 對不對 討論就太奇怪了 我甚至在台大那個學生 家長團裡面建議說 這個你們最好送小孩的成人禮 是這個東西 然後建議各位男同學女同學 在交往的開始 就去買一本 兩個人手牽著手 可以食指削扣或不都可以 然後到書店去買一本 然後兩個人坐在那邊一起翻 你喜歡A嗎 我喜歡13 有外人想像不到的快樂 你們先有一個了解 然後你們決定要怎麼樣做 我覺得這相對而言是比較重要 好 所以你看這都先講了吧 就不用那麼多加籤了嘛對不對 你們需要的問題我都已經解決了 好 那這個是 那另外一個觀念 叫Agaphe Agaphe不是Agaphe Agaphe也是一個單字 一模一樣單字 唸法不同 這是希臘文 Agaphe是大公無私的愛 特別是講神對人的愛 有時候呢 人對神的愛也叫Agaphe 那有的說是利他的愛 這個字呢就有很多轉的意思 我們在下禮拜的某些地方會講到這個 那Aros用的比較多 我們現在通常翻成欲 欲望的欲望呢 通常都跟性的行為 性行為很廣泛 不是只有生殖器官的交接觸或者插入或者怎麼樣而已 這個包含了身體的接觸 甚至包含了眼對眼以後呢 情感的交流 都是欲 都是Aros 說他穿得很性感 人家穿的性感關你什麼事啊 就你自己看了 你就自己起了這個欲念 就這樣 這不是什麼壞事 這是正常的事情 這是正常的事情 除非你有宗教信仰 那如果你一定要逼著自己沒有這個東西 這有時候是很辛苦的事情 各位知道S&M是在修道院裡面發展的 修道院為了怕一個人在一起會做壞事 所以兩個人讓他們住一間 兩個人住一間的結果呢 就是會發生 然後你看那個達文西密碼 那個歷史上有記載 有些人就有慾望出現 他一直覺得這慾望是魔鬼的考驗 就拿鞭子打自己 覺得你真是壞人 越打越爽 SM就從那裡開始 有人當然就不做了 覺得那是魔鬼的誘惑 有人越打越爽以後發現了另外一條通路 只容於口不容於手 那是M&M不要吃錯 不是S&M 好 所以Eros呢有很多說法 這個現在很多人會用類似字眼 philia是只要講朋友或講愛 像philosophy也是這樣的開頭 philia 就在這個希臘文的時候 是主要是這樣的意思 那其他英文這就沒什麼特別好講的 這基本上都是常見字啦 常見的字 那英文通常講relationship 不會講說我跟他在一起 我跟他約會的 英文好像不太講這個 講relationship講的比較多 那我們relationship呢 有時候不會講成西方人的這個樣子 那friendship友誼 那最近有一個西方的電影 美國電影叫Friends with Benefit 叫什麼來的中文 台灣怎麼辦 大陸的片子好像叫做朋友也上床 那台灣是翻什麼 有沒有看嗎 好友外外睡睡覺的睡對不對 也翻得非常好 那個後來我看到另外一電影 在諷刺這個電影 他說哎喲那兩人就是自己心裡想幹嘛 然後不敢說出來這樣 最後就是兩人還是好朋友啊 他跟他跪下來說我們繼續當好朋友好了 那這兩個好朋友是上床的 我們一般認為 上床怎麼還是好朋友 上床呢 在你們來說就是我不喜歡的那個字嘛 對不對 你們叫炮友嘛 你們可不可以換一個字 要求BBS上換一個字 根據中華民國陸軍之一 炮兵之友協會的要求 請你們換一個字啊 你們換一個字我們會高興一點 不然會惹到很多人啊 所以friends with Benefit 換來也拍成連續劇啊 如果朋友都可以上床了 那朋友跟愛人或者炮友的界線 對不起我還是講出來 那就應該有一些新的差別啊 不然差別是什麼 那在你們這個一夜情啊 從來都不是問題 我教書那麼多年 沒有任何一個人請教我 有關於一夜情的問題 都是感情文 所以相對而言一夜情很容易的 談戀愛比較困難 以前聽說BBS上面有一夜情網站啊 你可以找得到誰願意跟你搞夜情啊 以前啊我不知道現在怎麼樣 好 那這個愛情對象特質 有的時候是橫跨三界 尤其在神話故事裡面特別多 白蛇傳是什麼故事啊 一個男的在端午節去逛西湖 碰到兩隻蛇變的對不對 一隻青蛇跟一隻白蛇 然後就人蛇戀啊 然後生出了一個許仙 哎不是許仙他兒子 他就生出自己這是搞什麼呢 這是講錯了 然後最後什麼被這個 法海和尚鎮在雷鋒塔上面 那個故事那個塔都有的啊 然後最後法海和尚就跟白蛇大鬥法 這個連那個明花園都有演的 然後那個孫吹鳳就掉在鋼絲上 然後那消防隊就噴水車對不對 然後水炎金山寺 這個變成很戲劇化這樣 然後最後還是那兩個人還是 那小孩變成什麼狀元 然後才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這故事都是很象徵性的 法海和尚基本上象徵傳統道德的力量 愛情在中國社會裡面 基本上是不被讚許的 那很少人看到這故事教訓說 人其實可以跟蛇在一起的 很少人講了這個教訓 所以這你看人蛇戀這也是啊 那人鬼戀就更不用講了 最有名的電影之一叫什麼呢 小倩 彩城 十幾年前我只要講這個全班轟動啊 現在最近又重拍了嘛 重拍就很不一樣 我那看了小倩不像小倩 彩城不像彩城 完全沒那個味兒 所以我看了 失望至極 失望至極 天地人 所以什麼術會怎麼樣 我以前講那個歷史上的故事叫 人死了 尤其是有些人的那個 京城變成魂魄以後呢 有人會變成連禮之 這個故事簡單講 是一個大臣跟他太太很恩愛 國王看了非常的嫉妒 就把這個大臣關起來 然後後來就把大臣就死了 然後太太呢就被國王 就被那個王抓到皇宮裡 要跟他這個變成他的夫人 這太太就不許 就跳樓 就跳撐槍摔死了 摔死以後那國王想 你們兩個就把一個葬在 人死了把他們葬在一塊兒嘛 都死了嘛 就好心的大臣 然後這個王就說哪行啊 他們違背我的意志 一個葬在村子頭 一個葬在村子尾 結果呢 愛情的力量 這邊就長出一棵樹 那邊也長出一棵樹 然後呢那樹根就 像姥姥出現 在那個勸女幽魂裡面 然後兩個樹就連在一塊兒 這叫連理枝 然後呢不僅那樹連在一塊兒 還出現兩隻鳥 叫比翼鳥 然後在白居易的這個長恨歌裡面 最後就來這段 七月七日長生殿 夜半無人思雨時 七月有長生殿 夜半很可怕的 根本就鬼嘛是吧 七月七日長夜半無人思雨時 在天願為比翼鳥 就這麼個典故 在地願為連理枝 你為什麼說 下輩子我再來做你的太太呢 這是我們現代人說的話 比翼鳥下輩子我變成什麼了 我都跟你在一塊兒 不是人形我也跟你在一塊兒 天長地久有實境 此恨綿綿無絕起 那是我教書的同學去研究一下 恨什麼 長恨歌到底該恨什麼 為什麼不是長愛歌 天長地久有實境 此愛綿綿無絕起 你恨什麼呢 你竟然變底皮 你要變臉底枝 你還恨什麼呢 今天晚上白居易可能會來託夢 說哎呀您真是一致詩 一致詩啊 就這句話 你把這整個境界給改了 你竟然愛了你還什麼恨呢 恨是很低的境界 愛是最高境界 超越三界的啊 三生時尚舊驚魂 石頭 是你前世在那邊等著你 還有席慕容那首詩嗎 以前誰都嘛抄嗎 什麼我是什麼在佛中 我以前許了多少事 所以你經過以後 那後面飄的落葉 都是我什麼都是日夜的事 你講到我都 感動到不行啊 所以我變成葉子 我都伴著你啊 我都思念著你啊 你看這好可怕的故事 《詩經》裡面 各位現在常常在人家結婚裡面用的 這句話你盡量不要用 因為這是個悲慘的故事 叫什麼呢 直直手一直偕老 這聽起來很浪漫對不對 但你知道前面兩句啊 前面兩句要死生氣闊 與子承說 什麼意思啊 這個男的呢被派去打仗 打仗失敗了 躲到林子裡面快死掉了 在樹林裡面 忽然間想起來要死了 想著自己的太太 想著當初死生氣闊 現在我馬上要去死了 你還活著 我們隔得那麼遠 與子承說 想起你當初我跟你的約定 直直手與子偕老 我希望能夠牽著你的手一起變老 但是現在我就要死了 這怎麼會浪漫呢 這怎麼會浪漫呢 每次我在婚禮上看到 一隻手偕老 我就爬去當兵了嘛 我就忽然間有那種很奇怪的那種 穿越的那種亂七八糟的幻想這樣 直直手與子偕老 光看這兩句聽起來是非常浪漫了 但是你別忘了那故事 所以你的愛情 你對那個思念是沒有用的 國家需要你的社會 你就拋棄兒女私情 這些專制的人 這些不太重視情感的人 就覺得你的犧牲 是爲了更大我的福利這樣 我每次看這種想法 我都覺得我叫愛情社會學 我沒辦法接受這種事情 我沒辦法接受這種事情 當然民主主義都要求你做這種事情 所以這我就不多說了 這是個人考量 那我剛剛也講到 數量有單數多數的問題 有單性戀這個問題 我們會在相關地方講到 好 那愛情的社會學觀點跟心理學 什麼不一樣 我們不是注重一個情緒而已 愛情當然是情緒的一部分 當然不是沒有 但是愛情不是所謂的基本情緒 很多人認為喜怒哀樂愛物俱 像這樣的情緒 或者有時候多一個少一個 是一些西方學者認為的 Basic Emotions 那愛情有的在這個標準就不是 因為愛情會涵蓋這一切 有時候又跟這一切沒有太關係 那我們社會學會談到愛情 不是只有談到愛情是一種情緒 我們會說愛情是一種社會行動 就兩個人有時候有共同的目標 然後所從事的一個活動 那叫做社會行動 你的就像騎腳踏車 你怕撞到人他怕撞到你 那這個怕撞的行為就是這種社會行動 你騎腳踏車非常快樂的 在這個河濱公園散步 那個就不是社會行動 沒有跟任何一個人發生關係不會是 所以愛情呢是跟另外一個人 不管那個人在你面前 或是你想像的 這都是一種社會行動 所以這是愛情社會觀點之一 另外呢愛情是一種人際關係 那這也是社會學的觀點之一 另外呢愛情是一種社會過程 這裡面會出現很多競爭的問題 衝突的問題 或者順應的問題 同化的問題 誰要聽誰的權利的問題會在裡面 金錢的問題會在裡面 性的問題會扯在裡面 道義的問題會扯在裡面 那這都在社會過程裡面產生出來的 一般的關係裡面 不會展現出那麼多的面向 這是愛情是展現最完整的面向 人跟人的 你的最好的一面跟最壞的一面 常常都會在愛情裡面顯現出來 你在別的場合不一定顯現出來 也許公開場合你看到的公眾人物 都是用最好的一面給你看的 你看不到最壞的一面 然後最壞的一面 通常都在私人關係裡面才會出現 另外一個呢愛情也是一種社會制度 因為我們要結婚 我們都期待我們的小孩能夠結婚 能夠繁衍後代 然後現在呢結婚呢 越來越少變成是一個社會問題 你就可以看到這個 如果結婚的越來越少 根本就不關任何人任何事情 那政府擔心什麼 你要不要生小孩那你家的事啊 我們還是期待結婚生子 是人生的必經的歷程 所以你們的家長才會很緊張 你們現在先緊張 你們找不到事 因為找不到事 接下來一滑啦哭的問題 都是因為先從找不到事開始 你找不到事 你不能立業就不能成家 不能成家就不能生子 不能生子就沒有後代 然後你們家就絕了後 然後人類就因此滅絕了 台灣倒了就像釣魚台一樣 沒人住 這就是這個愛情 愛情也是一種社會形態 愛情甚至是現代人的鴉片 大家都覺得我要是結婚 沒有談戀愛結婚 這是很奇怪的事情 在我的前幾代人 甚至我這一代人覺得 結婚沒有戀愛是OK的 為什麼 結婚就是過生活嘛 有同學的作業裡面去訪問爸爸媽 這是你們要做的作業 我只是還沒有規定什麼時候交 訪問爸爸媽媽當初是什麼結婚的 很多爸爸媽媽是相親結婚的 人家介紹結婚 非常清楚的目的 相親完然後經過交往 大概半年就結婚了 談戀愛 很多人認為戀愛不重要 不是婚姻中的重要要素 只要你願意結婚 我願意結婚 然後我們生小孩 然後你願意養家 我們就這樣共同的那個 在他們的觀念裡面 愛情跟 婚姻跟愛情是沒有關係的 不需要有關係 有錢人的話 婚姻是一回事 大老婆負責婚姻 享受大老婆位置 那我要愛情呢 再娶第二房 有愛情 我需要性能在第三房 我需要什麼 在第四房 在第五房 可以滿足你的一切 男性為主的社會 它是非常分工的 我們現在一夫一妻制呢 要求每個人都像百貨公司 提供對方所有的一切需要 這個對我們大部分人來講 都是一種過度的要求 過度的要求 所以大部分人做不到 做不到我們又不知道怎麼去適應 所以我們的關係就變得很糟糕 這是一個時代問題 這不是一個你我的 一個小我的問題 這是一個社會的問題 又沒有教沒有學 假定你就會 好也沒什麼社會資源 說哎呀你這個有問題的時候 可以怎麼做 所以這個就變成是一個社會問題 那愛情的社會過程 我這個這邊簡單的 有這樣的一個所謂理想型 其實是主流啦 不要講理想啦 理想要說是你爸媽理想 不一定是你的理想啦 所以講主流可能比較好 或者傳統型 然後外遇型 外遇有常常都不是計畫 至少不是在最當初的計畫 但是一定在某一點上的計畫 還有五果A型 五果B型 這是我自己講的 就是戀愛就分手了 有的還沒戀愛就分手了 有的還沒戀愛就分手了 就被打槍了對不對 這是你們現在的說法 那這個打人家槍的人 有沒有一個說法 開槍 我今天開了一槍 我今天被打槍了 對不對 被打槍終於有人開槍嘛 沒有人這樣講 好不對稱啊 聽起來就好暴力 我今天開了人家一槍 到時候被警察聽到的時候 你開了誰一槍 你是哪個幫派 我開愛情社會學一槍 那不同階段呢 其實你也會改變 這我們會在自我那張講一下 談戀愛的時候 你的自我基本上屬於一個擴充狀態 因為呢 你泥中有他 他泥中有你 他的就是你的 人就是他的 所以你的自我就變得比較大 所以在那個時候呢 你屬於關係非常好的時候 他的帳號就是你的帳號 他的密碼就是你的密碼 他的錢就是你的錢 他的電腦當然就是你的電腦 可是呢等到兩個一搞不好以後 他就開始換密碼 他就開始換帳號 他就開始那個 然後他的就是他的 你的就是你的 就回到原來的狀態 談戀愛的最高潮部分 有些人還拍裸照啊 叫做愛的紀念啊 等愛的紀念到了另外一個階段 就變成愛的後悔啊 當初沒拍就好了 所以有人就告訴我說 哎呀拍嘛 沒關係不要拍臉就好了 他怎麼知道那是誰 我是給Photoshop 你不知道嗎 我從知道Photoshop以後 我覺得這個世界完全改觀這樣啊 好所以這是大概要說的 其他沒有什麼特別要說 就戀人之間關係 我剛剛有講到有性的部分 這大部分人都不談啊 甚至很避諱 因為性的問題 會惹出很多後續的問題 升職的問題 或者這個身體的問題等等的 所以我們會有專門的這樣討論 另外一個情的問題 就是沒有感情的是不是交還在一起 這到底道德還不道德 有人會認為這是一個問題 然後那個義的問題 沒有感情了 那你為什麼要跟他在一起 哎呀還有道義責任啊 我要是不離開他 他可能會受不了 然後會尋短見 所以我不能離開他 可是你不是跟他沒感情了嗎 沒關係 他慢慢也會發現這一點的 我們兩個在同一個page的時候 我們就是分手最好的時候 有人跟我講過這個 我說沒感情不就是分手最好的時候嗎 老師那要在兩個人 在同樣沒感情的時候 像他對我有感情我對他沒感情 所以我要慢慢等待 我說那那個女的誰 喔那是另外一個人 不要只聽人講什麼 要看他做什麼 好所以呢還有財的問題啦 剛開始談戀愛的時候 你可能覺得 哎呀沒有關係嘛 你的就是我的 我的就是你的 我建議大家一直分開財產 會比較清楚這樣 不然的話呢 我那個時代跟你們這時代不一樣 你們這時代大家都窮 所以應該分開財產好處 我那時代呢 江湖規矩 不知道為什麼 我就知道了 這江湖規矩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什麼事情出去 男生跟女生說一定男生付錢 這是沒有討論餘地的 女生多有錢都是男生付錢 甚至女生說要請客 都要先把錢交給男生 男生去櫃台付錢 說這樣不要給男生沒有面子 這件事情我到現在都大貨不解 我到現在都大貨不解 我到現在都大貨不解 但是那時候就有人教我 你千萬不要讓女生付錢 女生會看不起你 我到現在大貨不解 好 總而言之 常常說太太你今天要付錢 那你去付 我就出門去等她這樣 我並沒有在那邊櫃台那邊做這些 但是我知道有些人 在我這一代的人 有人真的是 一定是男生付錢 不管那個錢是誰給的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財的問題 如何要不要供財供什麼樣的財的問題 那利的問題這個最難看就是暴利 那其他就是那種很不明顯的利這樣 今天吃什麼 隨便 通常男生問今天吃什麼 女生講隨便 對不對 這隨便不是隨便 你如果真隨便 這隨便是一個陷阱題 你知道這隨便就是說 你已經跟我瞭解那麼久了 你還不知道我要吃什麼嗎 昨天你不是跟我在一起嗎 不要跟昨天重複 有這樣很大的含義在裡面 你如果傻傻的說 哎呀今天是義大利麵粥 那我們今天再吃義大利麵好了 那麵粥可能在你臉上 懂嗎 小心隨便這兩個字 隨便這兩個字 非常高階高段數的 叔叔沒練過 叔叔也不敢學 但是提醒同學 聽到隨便 馬上心中要扶琴那種 哇哇哇哇哇 懂嗎 警戒警戒警戒 這不是簡單的答案 不要傻傻隨便喔 不要說我沒教你啊 你就算沒選上這堂課 聽到這個也值得啊 另外呢情感就是個半的關係 在陪著你 讓你不會覺得很寂寞 好那其他的我就不說 大概就是這樣 好 那這裡就這樣 好 好